好,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 首先,謝謝各位今天來出席我們的委員會 因為我想,開始還是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還是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因為大家會關心 就是我們有一位同仁,那位同仁他是去參加愛集團 13號就禮拜五有回來上班 然後接著禮拜六、禮拜天,禮拜天他就被通知要去隔離 所以我們禮拜一就16號,我們就馬上做消毒 然後他旁邊的,所以他只是被通知隔離 那他旁邊的同仁,我們就請他居家上班 居家辦公 所以他15號被通知隔離到22號才確診 所以禮拜天22號確診之後,我們衛生部的醫療醫師就來 在書裡面看他的工作狀況等等,因為他一樓 那他的工作性質也很單純,接觸的人很少 那因為我們他一隔離,我們馬上就做了一些應變 所以防疫醫師看完之後,他是認為我們這個 那天在立法院他也公開講 就認為說我們這個感染的機率是低的 因為他,各位可以看我們從一樓大門進來 他是後面的那個辦公室 所以跟大家沒有什麼太多接觸的機會 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就覺得說雖然有些好朋友 建議說是不是我們這個 他們因為以前都很多人要不要停開啊 不過因為醫師評估我們這個感染是低的 所以我們覺得政務還是繼續推動 但是我們還加強了一些措施 所以很謝謝各位委員今天的配合 因為我們為了把距離稍微拉開一點 所以有一部分練習的同仁 我們就請他看轉播 如果有需要我們再請他來 那我們這個會因為現在已經全部改為全程直播 全程直播,所以有旁聽的這個朋友 我們現在是安排他在隔壁的會議室 那也可以看到全程的這個會議的過程 那他們開這個發言的時候 我們再請他們進來發言 所以等一下開發單位也 人數我們也有一些限制 那就是為了大家的這個安全 比較安心 也讓這個政務可以繼續推動 所以比較不好意思,麻煩大家全程都戴著口罩 我現在戴著口罩就好熱 不過這個不好意思就麻煩大家 那這個我們同仁桌上準備了乾洗手有衛生 這個這個這個酒精的消毒棉片 所以各位如果覺得有那個可以來使用 所以我想先再次的謝謝大家 那因為我們現在委員也過半數 我們就是不是就開始開會 謝謝 那我們今天首先要確認本會第372次會議紀錄 那372次會議紀錄已經在3月23號已經寒送在案 那就在各位的那個iPad上面 那請各位委員來確認 那我想在開始之前也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有我們立法院陳教程委員來 參加我們的會議練習 所以先歡迎他 那是不是我們就請這個大家 剛剛是先確定上一次的會議紀錄 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沒有我們就確認 好那今天進行討論事項 那討論事項是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第三跑道懷想評估報告書出稿 那這個案子是李委員裴分是迴避委員 那現在是不是 現在我們就請木曉單位先宣讀提會說明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跑道懷想評估報告書出稿 一說明關於以本案開發單位為桃園國際機場 股份有限公司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開發場子位於桃園市大園區北林中有沙輪有故 南街既有桃園國際機場北跑道面積約723公頃 開發內容包含第三跑道及相關設施 衛星廊廳區西北維修區新貨運彈區 符合開發行為應實施環獎評估心目其範圍 認定標準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且屬環心獎評估法實行記者第19條副表2 鎖列應進行第二階段環獎評估之開發行為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跑道環獎說明書前進本署 於106年7月5日公告 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獎評估審查結論在案 關火2 交通部於108年9月25日轉送本案至本署 開發單位108年10月23日被其出件 並繳交審查背後進入實體審查 經濟夢荷可由白芷毅等委員及劉曉蘭等 專案學者組成專案小組審查並徵詢相關機關及本署 相關業務地見 且邀請本案專案小組委員專案學者於108年11月11日 日開發地點了解環境現況 並分別於108年11月14日109年11月14日召開兩次專案小組出審會議 決於今年補證後再審 關火3 開發單位赴於109年2月20日含送補證資料 本署於109年3月4日召開專案小組第三次出審會議 之將會議結論題會討論 2 109年3月4日專案小組第三次出審會議結論如下 關火1 本案建議通過還獎評估審查 關火2 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提下列主要意見已承諾納入辦理 僅開發單位109年5月31日前將會中回覆說明日相關資料 據補充修正還獎評估報告書出稿 送本署經有關委員專案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後 提本署還獎評估審查委員會討論 1 考量極端氣候災害風險強化台灣中有股份有限公司 三文有固執災害預警機制風險管理等事項 關配套措施納入環境保護對策 4 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提其他意見 關火3 請派桃園市政府水務局確認浮信息改善工程 書宏道規劃相關規劃內容含流量設計分紅量之正確性及合理性 關火4 請派桃部民用航空局及桃園市政府補充安置計畫內容 關火本環境獎評估報告書訂稿 經本署認可後實得動工 並應於開發行為施工前30日內以書面告知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級本署預定施工日期 採分段分級開發者則提報各段期開發之第一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 關火6 本案至公告日期 預十年為施工者審查結論施起效力 開發單位得於期限屆滿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 轉送主管機關展研審查結論效期一次 展研期間不得超過5年 關火7 以環境獎評估法第13條至1 第1項規定 環境獎說明書或評估書出稿 經主管機關受理後 與審查時任有因補證情形者 主管機關因強烈補證所需資料 通知開發單位限期補證 開發單位與其限內補證或補證未補主管機關規定者 主管機關因寒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博會 開發行為許可之申請並複製開發單位 3 開發單位109年3月16日寒送補證資料之本署 經本署轉送有關機關專案學者及相關機關確認 其中白委員執意 吳委員逸林 張委員學文 檢委員連貴 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局 本署綜合計畫處環境衛生及讀物管理處 仍有修正意見如後付 4 開發單位所提本案開發行為內容及還獎 詹要如附件 5 支出你本案建議通過還獎評估審查之綜合論述如附件 並109年3月4日專案小組第三次出審會議結論及 潛述修正意見題文會討論 那接下來請開發單位簡報20分鐘 須由本案專案小組召集人牌子翼委員進行說明 以上宣讀 好 謝謝 那請開發單位來簡報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以下我代表開發單位進行今天的簡報 那今天的簡報內容我大概分成5個部分跟大家做說明 那首先是有關於計畫的背景跟內容的概述 那我們知道桃園國際機場既有的設數是不足以因應未來整個發展的需求 所以是希望藉由機場設施的一個擴建提升整體的一個服務能量 因應整個亞太經濟航空客貨運發展的一個需要 那另外也要提供一個優質便捷客貨運的一個產業 協助產業的一個發展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過去20年來桃園國際機場 無論是在客貨運量以及起降價值都呈現一個逐年攀高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我們也分析了從目前到計畫目標年代2042年 整個在客貨運量上面預測 在客運量部分預估會成長到8660萬人制 那在貨運量部分會成長到500萬人500萬空盾 這個部分都已經遠超過桃園機場能夠負荷的一個容量 那此外對於整個起降的價值的部分 到目標年的時候整年的起降價值會達到49.1萬價值 那尖峰小時的起降價值也會達到118價值的需求 那目前兩條跑道容量是沒有辦法提供這相關的一個負荷的 那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桃園國際機場確實有進行相關擴建的一個需要 首先在跑滑道部分 那我們必須要增建第三條跑道 那預估增建第三條跑道 三條跑道在操作情況之下 在尖峰小時可以提供80到90架次的一個容量 那此外 針對這個客運設施的部分 那由於目前的123跟目前在興建中的三行下的部分 一共可以提供5700萬人次的一個旅客數 但是還是不夠的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興建一個2500萬人次的服務量的一個衛星廊廳 那此外 在客機停機品位的部分呢 那以去年來說的話 已經不足到23期 到目標年的話 假如再不興建的話 會有不足到65期 會嚴重影響到桃園機場的一個運作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會在衛星廊廳的周邊 去規劃相關的一個停機席位 以符合整個機場長期發展的一個需要 那此外在這個機場維修設施的部分 那目前來說的話 一共可以提供維修空間 一共有14個席位 那到2025年預估還要再增加20個席位 那扣除目前已經正在興建 增建中的這個部分 還有不足相關的一個設施需求 那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衛星廊廳的西邊 會設置一個西北維修區 預計可以提供11席的一個維修區 另外在貨運站區的部分 那既有的貨運站 它能夠停靠這個貨機的部分 一共有25席 而且它會影響到 恩信滑行道的一個運作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也計畫在衛星廊廳的東側 去設置一個新的一個貨運站區 預計可以達到36席的席位 那另外加上遠端的部分 總共可以提供47席的一個貨機停機位 那所以整個計畫來說的話 我們主要的貨建範圍的話 是在既有的機場的北側 北側靠海邊的這個部分 總共的面積是723公頃 那目前土地使用狀況有一部分 是在目前的機場專用區內 那其他都是屬於農田平地 還有一些林散的一個聚落 那整體開發的內容的話 一共可以分成四大塊 第一個上面的部分的話 就第三跑道及它相關的一些設施 那所佔的面積大概有324公頃 那這個部分主要是先進一條 4000公尺長的跑道 還有60公尺寬 那另外還有相關的這個平行滑行道 還有聯絡道 那下面有個衛星廊廳區 那包括它的總面積大概是224公頃 那會是設置一些縱向的聯絡道 還有一些停機坪 那另外還有58公頃的這個西北維修區 那還有117公頃的這個新貨運站區 那接下來是有關於整個環境影響評估的成果 在要跟各位人做報告 那開發單位已經依照 範手界定會議的一個審查結論 進行了一年的環境補充調查 那這相關點位請各位人參考 那以下就針對各項目的部分 跟各位人做個說明 首先在地質的部分 那一共我們有20孔的一個磚孔 去瞭解這個地方的地質狀況 那目前來說 整個區域下面的地質 大概都是屬於一個軟歷史層 它的承載力是非常足夠的 那此外整個基地未來在開發的時候 因為受限到普欣西 還有這個南凱西的這個 洪峰水位的影響 所以整體的來說 不管是在兩三端跟洞五端的部分 都必須要加以墊高 那所需要的土方量 大概只有474萬立方公尺 那這個部分所有的土方都是 目前機場的相關設施 包括第三航廈等等 出土放在機場專用區裡面 或者是放在桃園海津基地裡面的一些土方 完全都不需要再向外購置土方 也不會涉及到相關計畫的一個變更 那主要在水體環境的部分 那在排水系統規劃 目前來說的話 由於我們整個基地的高層調整 可能會影響到這個消米的一些天然滯紅量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已經納入相關考量 並且將這個南凱西跟普欣西相關治理計畫 也納入整體的一個評估 以確保未來在開發之後 不會增加下游海水路的一個負擔 那只要對灌溉 下游端可能還是有一些灌區 有一些這個灌溉上面需求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保留相關的這個灌溉的水路 那不會影響到下游灌溉的一個需要 那此外區內產生的污水都會送到桃園機場裡面 設置好的這個污水處理單元 進行處理之後才排放 那對水域影響是相當輕微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有關南凱西跟普欣西 相關的這個治理計畫裡面 這個流量分配的途徑委員參閱 那目前來說 我們簡算要設置一個滯紅量體 大概有四處 那總共的提供的滯紅量 大概是35萬立方公尺 那不過最後會依照這個出流管制計畫 最後審定的結果 進行實際的設置的一個工作 那只要在土壤地下水的部分 那區內的土壤污染的狀況 之前已經有一處是已經解除列管了 那目前有三處是正在進行相關的一個整治作業 那預計的話是在今年的6月 可以完成相關的一個改善解除列管 那只要在我們在補充調查的時候 有發現一些土壤有操表的部分 我們已經有含文給地方的主管機關 那未來就配合地方主管機關進場查證最後的結果 以及指示來辦理 那此外我們整個計畫 未來在進場施工之前都會確認 在施工範圍之內 是沒有這個土壤跟地下水公告的污染或控制的場子 才會進行一個施作 那此外我們針對區內有一些中油油管的部分 是有一些污染之餘的考量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在今年的2月在進場進行了相關的一個補充調查 那不論是在土壤或地下水 它的樣品都是低於它的方法偵測極限 所以也解除了大家對於中油油管 對於這個地方是否有土壤地下水污染的一個疑慮 那只要在空氣品質的部分 首先在原生性空氣污染物的部分 那由於背景條件的PM2.5 是已經超過標準了 所以這個本計畫雖然增量是有限的 但是整體來說空氣品質PM2.5是超標的 那對於其他空氣污染物不管是在施工跟營運階段都是相關的標準 那在衍生性的空氣污染物的部分 臭氧部分可以看到在8小時平均值的部分 由於它背景值已經超過這個空氣品質標準的60個PPP 雖然我們增量大概只有0.1個PPP 但是0.1個PPP不到的情況之下 但是它背景的這個臭氧濃度還是有超過這個空氣品質標準 那此外在PS10的部分的話是完全符合空氣品質標準 那另外在細懸浮為例PM2.5的部分的話也是一樣 因為它的背景濃度都已經超過甚至非常接近空氣品質標準 所以雖然我們增量大概只有這個小於 大概從0.0幾到大概最多是兩個PPP左右 那但是整體來說的話會在PM2.5的部分還是會有超標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針對這個部分開發單位擬定相關的環境保護對策 首先在施工階段的時候我們會遵循這引建工程 空氣管設置相關的辦法規定去辦理 那此外我們會進行相關的這個粉層抑制的一個作業 那確保它的效率還要80%以上 此外針對區內一些裸透的空間的話 會進行相關的全面的覆蓋 那另外在施工的期間 對於這個排放我們附近的道路 我們會進行相關的洗澡 那每天做兩次以上 那每次會有達到3萬平方公尺 使附近的帳戶等級可以維持在A級的水準 那在營運階段的部分 那開發單位這個地方有承諾 就是未來整個機場的部分會使用這個橋器跟橋電的一個設施 使這個航機可以不用開它自己的AP 或造成這個相關的空氣污染 那另外也會透過機門的安排還有實現代的一個分配 那徹底去降低這個機場在飛機在地面滑行的一個時間 那除此之外交通部民航局機場還有這個國際航空公司 依照國際民航組織相關建議採取相關的一個保護措施 首先民航局這個地方針對飛機的請教任航管部分 有進行一個調整跟導引 那希望會降低航機在空中的一些燃油的一個消耗 改善這個地方空氣品質 那只要對於聯外運輸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建設了相關的大眾運輸系統 那除了旅客部分也鼓勵 這個在裡面工作的員工的話也盡量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那另外也採取一些經濟上面的一些措施 包括像國際航空公司就會在他們的 提出他們的自願減量的一些措施 去降低相關的空氣運輸的一個污染物 那只要淘櫻市政府也考量到這個部分 所以在未來本計畫進入營運階段的話 會要求進出機場的這些大貨車必須要符合 它柴油的部分會符合這個四五期的一個柴油的規定 那並且會在區外進行一個路面攔查的一個作業 以確實發揮它相關的成效 那只要在航空噪音的部分 由於我們設置第三條跑道 那相對的影響面積都是有增加的 那開發單位針對這個部分 針對航空機在機場裡面 我們有多了一些限制 包括規定它可以試車的時間 以及飛機在離場的時候 那它必須要離開多少時候才可以進行一個轉彎的程序 那此外也針對在特定的時間裡面 那在北向離場的時候必須要規定 採用特殊的一個離場的航路 那這個部分以確保不會對附近的造成一個噪音的影響 那此外民航局市政府以及機場公司 還有國際航空公司也依照這個I-CARE相關的建議 採用四項平衡作法 第一個從發生源去減少相關的噪音 那我們可以知道目前兩大國際航空公司 它不管是採用Airbus或者是波音的飛機的話 都已經更新到一個最新的機隊 那最近的機隊它噪音的產生量的話可以遠比原來舊款的飛機的話 大概降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六十不等 那此外在土地使用跟規劃上面 那附近市政府已經依照照音管制法相關規定 去檢討跟規劃各級航空 航空噪音防治區的一個範圍去 及既有的相關土地使用跟它的一個開發計畫 那此外江戶民航局呢 也去研擬相關的降低噪音的離場的一個程序 那透過電子飛航自然 那作為一個倒離場航機飛行的一個依據 那此外每個飛機落地的時候都會收取相關的噪音防治費 那收取依據的話會依照它起飛的音量來計之 那以用一些營運限制的一個手法的話 希望航空公司可以進行一個主動的改善 那此外我們整體來說的話 有相關的一個噪音補償規劃 由於桃園機場是適用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 所以我們必須要定期提交這個噪音防治費給桃園市政府 那進行下面以下作業 主要包括了航空噪音防治措施的一些設置 還有一些維護的一些費用 那另外花去補償區內居民的健康 還有這個電費、訪問稅跟地下稅等等 那目前來說的話 桃園市政府到108年 已經執行了有5T次的這個相關的補助的一個作業 那這個相關的內容請各位委員參閱 那此外未來在營運階段 我們針對第三跑道會另外增設 11處的這個固定式的噪音 固定式航空噪音的一個側站 那所設置的一些地點跟相關規定 都是依照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治辦法進行設置 那未來報告也會在每季結束的4月15日前 提送給這個桃園市環保局進行一個申報 那此外在生態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在鹿域環境的部分 植物我們發現區內有大概有6株受符合要保護的這個大樹 那另外在水域環境跟生態環境 這個地方都是一個認為開發的環境 並沒有一些特殊的部分 那至於在鳥類的部分 包括它小型鳥類有一些柴域 它這個紅准八戈等等 那在中大型鳥類的話有唐白鹿 魚鷹 那它活動範圍大概是比較靠近河口的部分 那在鳥類對於非愛影響的部分的話 在對於過境跟渡東的鳥類 由於它是體型是比較小的 所以對非愛安全威脅是比較小 那對於中大型的鳥類 確實在市場附近會有一些陸科的鳥在這個地方移動 那不過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依據鳥類的調查以及機場雷達的一個資料顯示 在飛機起降經過的地方 由於它飛行的高度是人高於一般鳥類在短期遷復的一個飛行高度 所以對飛安的影響是不大的 那此外針對社會經濟的部分 我們也特別去依照了規定 那依照這個環境影響評估作為準則裡面 進行相關的社會經濟的一個評估 主要有其他的相當 在這部分坑哥文所說明 首先在周遭人口分佈的部分 由於這個地方未來要開發成機場專用區 所以涉及到將近9000人的一個半遷的問題 那針對這個部分已經是擬定相關的這個安置計畫 那而且安置的位置的話 都是放在這個航空噪音60分配線以外的地方 是一個比較適合居住的位置 那相關的安置作業有包括設置的一個安置接口 那還有一個安置住宅 那安置住宅的部分可以提供這個拆監戶的這個購置 還有這個租用 那另外主要這個安置原則的話 就是採用就近安置就一禮一安置 以及先見後簽的作為最主要的一個主軸 那此外 當地居民生活形態也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剛有跟各位報告過這個地方很多是農地 那未來這個地方變成進行專用區之後 可能它會影響到它的耕種 那針對這個部分已經在區內有設置了這個 在整個航空城計畫區裡面有規劃的農業專用區 去提供相關農地配售的一個選擇 那此外希望在區外再進行農地的部分的話 那也媒介他們去採用這個農地銀行 協助他們去進行租用或者是這個購置的作業 那對於直接想離農的部分的話 也提供相關的這個工作的媒合的作業 那此外 在區內來說主要是農地 所以農地未來變成進行專用區之後 是沒有辦法農耕使用的 那會減少農產生產的環境 那在這個部分 桃園市政府也已經去推 針對計畫區外的部分的話 跟地區進行一個相關的活化措施 並且去推動 峽區內的一個修根農地活化的一個作業 那這個部分的話 不會對桃園市峽區內的這個農作物的產量造成影響 那主要在社會結構的部分呢 最主要有些弱勢加戶 還有一些 還有一家的這個私立 兒潮福利機構這個部分 那也理定了相關的 弱勢加戶的一個輔助照顧計畫 那針對兒潮福利機構部分的話 也會採用先見後簽的方式去寫出相關院頭 來進行一個先見安置 那主要在公共設施負荷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最主要會有一些電力電信跟瓦斯油管的部分 那針對這個部分 都會秉持著這個先簽後簽的方式 確保這些設施附近的使用居民不會受到影響 而且我們針對相關的這些管線單位已經提 申詢他們也確實會提供相關的一個資源上面的一個調度 那並不會有一個排擠的一個問題 那主要在整個產業經濟結構的部分 由於區內的一些工廠都要進行一個搬簽 所以在整個航空城計畫裡面就已經規劃了 這一種工業區可以提供區內工廠來進行安置使用 那對於在教育結構的部分 那區內一共有設置到 涉及到一所國中這個六所國小的部分要簽 要簽效的問題 那一所國中部分當然國中已經完成簽效了 那其他簽效部分原則都是採用先簽後簽的方式 或者是採用這個複色國小的部分來進行一個設置 那此外對於弱勢學生還有這個教師的安置部分 有擬定相關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部分請委員參與 那此外對區內的這個文化資產的部分 那主要呢是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離我們距離大概有150公尺的一個海風波 這個遺物的一個孤立點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話就是這個福海公的 它有一個無形文化資產 那針對福海公無形文化資產的部分 已經將它發射成這個宗教專用區 那對於海風波移植的部分 那我們在這邊也有承諾就是 未來在方圓500公尺範圍內進行相關開發整地作業的時候 會派專人來進行監看作業 那接下來是有關第三次專案小組審查 出成一件結論的一個處理情形 那首先是有關於中油殺人油庫 危害風險的一個因應措施 那在這個地方跟各位我們報告 中油殺人油庫最近的地方 離第三跑道中心線距離是350公尺 那中油殺人油庫距離我們 這障礙物限制面的高度的話 最近的距離是47公尺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遠低於這個 國際民航組織 Icare它規定的這個 化設的一個範圍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在這個配置上面是絕對安全的 不過針對這個部分呢 開發單位也進行相關的風險舉證的一個分析 去依照風險管理的五大步驟 進行相關的一個辨識 還有分析跟規劃作業 初步我們認為 整體的風險它雖然是屬於一個災難等級 但它發生機率是非常非常低是不可能 所以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認為它是屬於一個 綜合來考量的話 它是屬於一個可接受的一個風險 那此外 除此之外 開發單位也去嚴領了相關的災害的 預警的一個機制 那會設置一些 包括符合一降等級的這個氣象設備 比如說像低風切的警示系統等等 那另外也會設置一個 精確進場的一個駐航裝備 那包括這機場進場的時候 在10海里之外 就可以對轉到跑道 那並且由航管人員 一路的警釘跟監視 如果狀況的話 就會直接要求飛機重飛 那可以大幅降低航機遍離航道的一個風險 那除此之外呢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所以機場公司已經 擬定了相關的這個緊急應變計畫 那依照國家災害防救法 已經有相關的一個制度 那相關的緊急防災救災計畫 這個部分 然後一共有22項請委員參與 那不過針對這個重大恐嚇 就是萬一發生了這個航空機碰到這個 燒油鋪的緊急應變計畫 我們也去協調了這個中油 針對這種複合性的災害 提供相關的這個緊急應變的一個規劃 那相關的一個組織架構請委員參與 未來我們也承諾會 每年都會辦一次聯合的演習 那是相關人員都能夠熟悉 相關的一個組織跟運作 那只要在鳥漆事件的防護之外 除了我們在區內會進行一個 去減少它的繁殖利用力 然後這個減少它的食物來源等等之外 那我們也協調了這個桃園市政府 針對航道下的附近地區 它的公園綠地去減少它 去做一些去生態化的一個作業 一方面讓鳥不要在這個地方保護鳥 那一方面也是保護航機 那只要在樹木移植的部分 那區內胸近10公分以上的這個原生橋木 大概有1100畜 那針對這個部分主要是屬於榕樹的部分 那只在區外相關的部分 那我們已經跟桃園市政府 做好相關的一個共同協調 那大概會移到海湖地景公園 還有這個南海溪救和島 那其相關突開的一些計畫的一些位置 那對居民搬遷配套措施的影響 那主要是屬於安置計畫的部分 那剛剛前面已經跟各位有報告的部分不在最初 那其中是有關於這個安置計畫優先搬遷地區 也擬定了相關的一些作為 那可以加速這個整體安置計畫作業的一個執行 那接下來的話是有關於這個桃園市政府 普京西治理計畫的一個內容 我們已經把相關的內容把它放到 我們的這個環評報告的裡面 那這個部分可以請委員參與 那第四點是針對委員的一些會前的 確認意見的一個回復說明 那首先委員認為說一些相關 洽詢跟協調的事項必須有相關的公文做一個佐證 那我們放在我們回復意見的附件 有包括江湖部民航局還有桃園市政府相關的一個 韓文可以進行一個確認 那此外有委員認為說我們在做衍生性評估的時候 那是否適合有最這個採用這個最保守的狀況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我們要說明說衍生性污染物 我們這個是屬於移動性污染物所以並不完全適用這個空氣品質模式中心所規定的這個要求 那但是我們整體來說的話 我們都採用這個最差的一個空氣污染物的評估做狀況來進行相關模擬分析 那我們認為這是符合環評的精神 它是一個最保守的一個狀況 那此外的部分的話針對NO2的部分合成量 那由於我們目前合成是符合空氣品質標準250個PPP 那委員有關心到那是否能夠符合未來這個週一標準一個草案100個PPP 那針對這個部分我們出入模擬結果 我們都採用最差的一個空氣條件來進行模擬評估 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條件 那不過我們去比對我們模擬的評估的結果 跟在107年實際上大概加持更多的情況之下 這個NO2的量並沒有像模擬的值非常的那麼糟糕 那所以可以發現這個並不是一個常識會發生一個狀況 那不過開放單位也擬定了相關的一個減輕的對策 那相信可以對這個NO2的減量是有相當的貢獻的 那對於4號焚化爐的部分 是不是應該要評估NIMHC的這個部分 那由於4號焚化爐 這個焚化爐它燃燒溫度高達到900度C 所以相關的東西都應該都能夠破壞了 那所以針對這個部分出管器官員 也沒有要求焚化爐要針對NIMHC來進行相關的一個管制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沒有辦法取得相關資料進行模擬評估 那這個部分請委員見諒 那另外委員有關心到未來我們整個基地高層調整之後 會減少掉的一個蓄洪量體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減少大概是減少34.8萬立方公尺 那不過我們現在依照出油管制計畫相關規定 設置的製洪量體達到35萬立方公尺 那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是可以符合這個 變更前後不會造成附近的水路造成影響 那此外我們會依照這個主管機關最後的 這個出油管制計畫書核定的內容 那作為我們施工的一個依據 那主要委員希望我們要講清楚 我們相關的一些減量低減的措施 那削減之後的這個量到底是多少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們有把相關資料進行一個試算 部分請委員參議員 那吳亦林委員部分在今天有 早上有再提供第二次的一個確認意見 那大概意見的部分我們回復內容 大概也是有把委員的意見有大附相關考量 然後進行上面的一個陳述跟回復 那最後是簡單一個結語 那整個機場開發 最主要是因應整個亞太地區 整個客戶因快速成長的一個需要 那確實真的有需要進行整體的一個破建工作 那本計畫開發也確實會造成9000人的一個遷移 那不過將入民航局跟台灣市政府 持續在進行依照民眾的需求跟意見 持續進行滾動式的檢討 那本計畫的開發的內容 也已經積極去配合一些水資源 再生一些綠能的政策 而且我們有針對一些負面的影響 定義相關的減輕措施 將整個環境影響的控制 可以控制在可接受的一個程度 那開發單位也會承諾 會依據這個環境環評的審查結論 大附近不設計 但並且繼續承諾 會落實各項環境保護對策 環境管理計畫及環境建設計畫 那盡請統一本計畫的開發 那以上 好 謝謝 那麼我們接下來是進行 登記旁邊發言的民眾的發言 那在之前 OK 抱歉 那先請專案小組 張姐姐先說明一下好了 跳太快了 那個感謝署長 請示一下 這個還是全程要 也在噴口罩 不可以 發言也不行 不可以 好 好 那就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是 本案歷經三次專案小組出審會議 專案小組討論重點包括 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減量抵換措施 航空噪音減輕對策與營運期間監測 居住區域遷移民意溝通與安置計畫 鳥籍事件防治措施與樹木移植補值規劃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撒輪油庫撞擊風險與緊急應變計畫 浮信息改善工程規劃 土方暫存管理計畫 及油管沿線土壤地下水現況調查 及後續應變規劃等議題 經開發單位補充說明之後 專案小組建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並提請委員會討論 以上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旁聽的發言 不過在之前我先邀請我們 立法委員陳委員 有沒有要先表示意見 就是那個針對中油的油庫 油庫在南端 在跑道南端距離是350公尺 那這個資料裡面有提到有做評估 那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先看一下這個評估報告 大家現在手上有嗎還是 在書面上是不是 那這樣那個委員是不是這樣 他們先把這個資料提供看一下 那我們旁聽的朋友先讓他們發言 好不好 那就麻煩你們先把資料給陳委員看一下 那必要你們就做個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登記旁聽的朋友來發言 第一位請 臺灣市議會徐其萬議員發言 請 謝謝主席 我們議會的各位委員代表 我是桃園市議員徐其萬 我也是住在桃園國際機場旁邊 土生土長的民意代表 從83年當政民意代表到現在 非常的瞭解 我們地方民眾的需求 地方的發展 因為現在我們要現在 要設的第三跑道 這個靠近我們的西北邊 這個靠近我們的海邊這邊來 這邊長期以來呢 工作確實是非常的困難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現在我們要徵收 來到我們第三跑道 那民眾呢 大部分呢 達到90% 都是樂意贊成來開發 所以說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呢 從已經談 我們桃園機場擴建 航空城 已經談了這麼久 這麼多年了 那在 也感謝 我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大家共同的努力 所以在我們那個整個環境影響評估 小組會議呢 也通過今天在大會今天進行討論 那也希望呢 我們在場的委員 大家能共同的 體系我們地方民眾的需求 期待桃園航空城 早日來開發 因為我們大家都出國 我們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的第三跑道是非常的迫切需要的 因為兩條跑道呢 已不足以應付現在的 旅客服務量 其實我們的機場 我們的貨運的整個運送量 你看我們在機場 我們要出國 還有在等待飛機 可以看得到 飛機在空中 跑盤旋 無法下降 在地上等的 飛機呢 也無法發生 真的是浪費太多太多的 這時間 跟這個人力 那我們是希望呢 整體帶動的民眾 我們地方民眾 最希望最要求的是 做好 把整個航空展的推動 第三跑道環境影響評估 是最重要的一環 如果今天是臨門一腳 這個第三跑道環境影響評估通過了以後 後續整個推動 就會更加積極 那也更帶動我們地方的發展 創造更多的就業 這個機會 包括我們的經濟產值 當然相對的 我也要要求我們開發單位 要切實做好先見後差 一里一安置的計畫 好好照顧民眾的潛力 共同的打造 一個最美好的桃園航空城發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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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接著我們邀請 海口里居民呂學信先生發言 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大家好 我要強烈表明 要從輪載後居落的徵收中剔除 我們家 一家人都住在這邊 我們的家原本沒有在航空城 土地的徵收範圍內 卻在輪載後居落成立自救會 北上層情 要求要被徵收 卻無意境的 我們被連帶劃入徵收範圍內 此乃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做法 違反人權 生存權 還有居住權 我們家不屬於輪載後居落 況且與輪載後居落 又隔了一條馬路 航空城收了這麼多年 第三跑道也收了這麼久 從來都沒有說要徵收我們家的房子 才能做 明明不徵收也可以做第三跑道 為什麼要徵收 所以我堅決反 反對搬遷 反對徵收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邀請航空城地方促進會 林友財理事長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長官各位所謂民代表 所謂委會的會員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航空城方範圍內 後座里的里長 也是大員區里長連儀會的會長 航空城將出境會的理事長 我擔任里長已經22年了 我擔任里長已經22年了 我來自基層 非常了解當地基民的心聲 對於 三家人不放棄賽 台灣國際機場 生餓痛節 旅客下飛機 就上台北了 經濟發展在台北 繳稅也是在台北 帶給大員的 只有站污染 揮航限定等等 沒有一樣是正面的 所以台灣航空城 是我們當地居民唯一的發展機會 其中興建台灣國際機場第三法道 就是最重要的一項建設 超過九成以上的居民都是贊成的 已經因此期盼了十年了 我再次懇求審議委員不要再拖延了 本案已經充分討論了 不要再理會那些因反對我反對的團體 他們根本就是不愛台灣的人 所以我在這裡恳請 讓本案在這次會議趕快審定 讓當地居民可以安居樂業 更讓本案帶動國家經濟發展 讓台灣重返榮耀 謝謝各位委員 拜託各位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再請海口里居民 徐喬穎小姐發言 我是海口里居民 徐喬穎 主席 長官 委員 吳安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參與環保史所舉辦的會議 已經好幾次了 希望各位長官 委員能聽到李居民 很無奈試求的心聲 莫名其妙的被納入贈收 我們又不屬於人載或聚落 我們也從未接收到任何開會的通知 將心比心 就這樣莫名其妙的被納入贈收了 啊 蒙在鼓勵的我們 是不是很無奈啊 懇請各位委員 幫幫我們伸張正義 我們要求剔除反對被贈收 感恩 想請問政府機關單位 既然一開始我們就沒有被交通部民航局納入贈收的範圍 那就是代表我們這裡沒有公益性 必要性 需要性 那為何還要這塊土地呢 如果政府真的很需要這塊土地 那一開始就要把這塊土地規劃到裡面 怎麼到最後 莫名其妙的我們就被納入贈收了 政府的政策 為何如此那麼的會變啊 真的有需要這塊土地啊 無奈 真的很無奈 蒙在鼓勵的我們 我們又不屬於人載貨的寄落 希望交通部民航局 政府機關各單位 能聽到裡面無奈反抗的聲音事情 不要周圍如此草率 麻煩請長官各位委員 尊重我們的人權 把人民的生命財產權 機制權無理的剝奪 倘若政府如此無理的徵收 我們將抗爭到底以捍衛此前 謝謝拜託了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邀請航空城發展協會 吳俊毅理事長發言 發言者 桃園航空城發展協會 理事長吳俊毅 張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所有議會的演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桃園航空城國際機場第三跑道 是整個國家發展重要建設關鍵的項目 歷經各級政府長期的規劃 不斷的變更設計 以達到符合事實的需求 長期來 當地居民因實成延宕 委屈求全 社會各階層團體不斷的呼籲 盡情盡快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舉起今天大會迅速通過 以免耽誤 國家發展及全球競爭的機會 台灣在這次武漢疫情的衝擊 中央指揮中心防疫表現已經被全世界看到 臺灣的防疫實力與效力 先進國家紛紛爭 暫時 關鍵的時刻提早布置 及發展中的國家肯定學習的模式 桃園航空城第三跑道的環境影響評估部會 環保署及各位環秉委員的長官 應該承擔迅速審議通過的責任 並且得加速建設完成 我想我們大家是真正愛台灣這塊土地的環境優雅 但是產業的發展提升內需經濟合作重要性 大家支持桃園航空城加速推動 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全球的疫情終會過去 臺灣的優勢要長存 要靠產業的發展 經濟實力 全世界看到了 全球國際貿易競賽都在改變 武漢疫情改變了臺灣國際舞台的能見度 但是臺灣的機會來了 臺商回流投資社長 外商投資廠辦 航空城開發區內的產業專區需求益切 講究的就是時效 桃園國際機場要承擔快勢連流及物流 那麼第三跑道就得承擔重任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我們也呼籲 對於第三跑道興建有意見的人 請你們調整你們的心態 反對啦 那麼多年 夠啦吧 在關鍵時刻 請你們轉彎一下 不要再杯葛啦 讓我們共同來支持桃園航空城 環境成為一個先進國家 及優質的一流智慧城市 也是為我們下一代好努力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主義 心強是人 謝謝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邀請臺灣人權促進會 余宜嘉專員發言 好 主席 各位委員好 我是臺全會的居住權專員 宜嘉 那我今天還是想要來強調關於那個社會影響評估的部分 在剛才那個結語的投影片是說 涉及就是搬遷影響的人數是9000人 那我想要強調的是第一期的 航空城第一期的徵收區 它其實牽涉到6090戶 那會影響的人口至少有16000多人 它的規模其實是比就是目前的這個環評範圍是還要巨大的 那我們認為說其實遷移帶來的社會影響 就是本安其實是非常重要的環境影響的部分 那我們從既有的資料依然沒有辦法評估說 後續的安置計劃到底是不是有助於來減輕這個 遷移帶來的負面影響 那具體來說在第六章還是有缺乏一些資料 因為我們第六章的多半的資料6-4章 多半資料是用桃園市總體或大園區總體的資料來說明 可是這跟那個環評應該要做的範圍其實是不一致的 比如說在產業區的部分除了工廠之外 在這兩千多公頃的範圍之內有幾家就是工作場所 那做的是什麼樣的產業還是缺乏調查 有多少從業人員他們的工作會不會受到徵收的影響 那有沒有什麼負面就業的可能性 那在農業的部分我們依然是用整個大園區的資料 可是本案並沒有要徵收整個大園區 餘業的部分呢則是用了就是整體就是桃園區的資料 也就是說在產業這個部分我們認為是有相當缺漏的 那在搬遷影響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還是想要強調知不支持徵收跟搬遷會不會受到影響是兩件事情 在社會心理的部分問的都是主觀的認知 那但我們認為這些上述的課題它其實缺乏就是 對於缺乏社會網絡社會心理支持 居民主觀認知就學就業就醫等課題的影響 那從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有一些客觀的指標可以用的 那後來在這個專案小組的討論裡面 其實是用說未來會有社區營造記號來帶過 我們想要強調的是一旦進入這個準搬遷狀態 就會有人的身心是受到影響的 或者是區域裡面靠這個社會網絡物質或非物質資源生存的人 他在搬遷的時候或搬遷之前 他就有可能面臨支援斷裂的情況 我們到底有沒有適切的社會政策可以支持 或更早之前來說 我們到底有沒有好好的去評估說 這些可能的負面影響是什麼 那我們已經辨別出這裡面有一些有社會福利身份的人 但是我們並沒有去辨別出 哪些人他可能在這個搬遷的過程之中 會從那個邊緣線變成他是需要社會福利支援的人 那這些課題其實是非常需要具體明確的社會政策跟方法 他不是靠民間的那個自發的社群營造可以解決的 那總結來說 我們認為就是說產業的部分就是有一些課題 他其實是沒有被處理的 所以是負面影響的部分 那再來在土地利用層面上 其實也沒有提到說無產權者到底他的人數跟狀況是如何 特別是非正規住居或租客的人數 那最後則是關於就是所謂的敏感族群的這些 可能造成的生理心理影響 社會支持或經濟穩定的課題 他都還沒有被獨立評估 謝謝 好 很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海口黎鄭清穆里長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 大家好 我是海口黎里長 我們台灣機場民國68年起庸至今 長期以來 飛機所造成的噪音空氣污染 已經嚴重危害附近居民的身心健康 桃園機場 航空船的啟動 機場附近的居民 滿心期待 政府這個計畫 安置計畫 辦前安置計畫 終於可以擺脫這個長久以來的噪音夢魘 但航空船徵收的計畫一再研討 打亂居民的生活步調 防護落水 鋼筋揉肉 嗅死 情況嚴重 因為面積即將的徵收 不敢花大錢塵修 由期待變成失落 心生不滿情緒 謾罵政府私信移民 我在此鄭重呼籲各位委員 請 恳請重視多數贊成的主流民意 盡早通過本案環民作業 以加速開發桃園航空船計畫的案的推動 並且能夠早日平行民意 再創臺灣經濟的新榮景 在這邊我再次就是說 本裡還有 十二零 十四零 十五零跟七零部分的嚴厲保留機民 因為他以後位處在第三跑道跟別跑道中間 未來將面臨更超高的噪音及空氣污染 嚴重影響機民的健康 且 現在有八九成的機民已願意參加 參加政府的徵收計畫 只因為少數人環對 卻被原地保留下來 我們鄭市長曾經說過 尊重多數 保障少數 我請政府重視這些機民的基礎權益 妥善的暗示這些機民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環境法律人協會 徐孟平專員發言 各位委員好 那不好意思 我要先說一下 就是我們上一次專案小組會的時候 可能發言的內容有點太多了 那可能有些委員聽不是很懂 那我這次稍微簡短一點 再把有庫風險的問題說得清楚一點 那其實在開發行為環境影響 評估最準則的第三四條跟第十條裡面就有規定說 就是機場本身的油庫 陶機也有就在下面路上 那這個本身油庫是本來就是不可避免的一個風險 但他如果去拿來跟砂輪油庫去比較是完全是錯誤的 因為他除油量反應就也不一樣 然後他的功用也不一樣 那如果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覺得這也有可能去觸犯到所謂環境法第20條 明知為不實實相的記載 這是會有性質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要強調說 我們其實最常聽到的十的負七次方 它不是飛機撞擊油庫的機率 十的負七次方它是在周圍建築物一定高度下 它去發生飛機撞擊的事件 是一個機場設計的一個基本規範的要求 而且是針對建築高度 它還不包括像是飛機衝出跑道的意外事故撞擊率 那這個十的負七次方它不是經過評估的一個風險值 而至於整體的那個風險評估它其實是非常粗糙 看法單位他已經補充了七支180到183燈亂三頁 他沒有清楚交代所評估的過程跟方法 例如那個風險矩陣中啊 他直接說少爺油庫屬於災難 但非常不可能發生 所以是可接受風險 這個推論是非常粗糙的 那也沒有任何的量化計算 它其實缺少評估災害的損失 如果對照國外的那個環評風險指引的話 這樣的套用模型像我們 以我們的狀況根本就是不能被接受的一個風險 那還有這個此處 它只有評估的是航機撞擊油庫的事件 因為它的評估方式其實是過於粗糙嘛 所以看法單位他其實還忽略了其他意外風險 例如說上輪油庫本身如果發生了一些洩漏的意外的話 那在未來第三跑道 它距離油庫只有350公尺的情境下 油品中的那個揮發性氣體可能會導致所謂的 蒸氣雲爆炸這種連鎖的爆炸 那這個有可能就會讓整個機場陷入的危機之中 最後我們還要說的就是開發單位評估書 在十之十九頁提出的重大空難的一個應變計劃 它其實只是重整了現有桃園機場跟鏈油廠的 既有的應變計劃 它完全沒有針對油庫跑道距離縮短而有任何的調整 那它也沒有納入被機意外撞擊油庫造成的重大災害 還有爆炸的情境 因為這是既有的 所以它並沒有做一個新的調整跟評估 我們覺得這其實可以已經可以預見說 如果未來真的不幸的意外去發生的話 那這樣的應變計劃將會難以執行 它不能作為環評預防減輕的措施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主委李陳靜寅小姐發言 主持人 長官以及各位貴賓大家好 我是主委李代表陳靜寅 我想要問問說天理何在 為了非常少數的非在地人根本他們也不了解我們在地的需求主張下 卻讓我們國家的重大建設一再延當 犧牲的是我們整體的國家競爭力跟我們當地居民受害是最深的 請喝一看 我們代言的居民都是太善良了 包容機場在卸在大園 容了這麼長的時間過不好的生活品質 可是我們卻要受到住在台北的人 這些專業人士的阻撓 然後時不時就說新建台灣國際機場第三跑道 就是沒有天理的事情 這樣就是跟不負責任的話 來故意的混淆視頻跟企圖影響我們審議委員的專業判斷 這種把造業污染跟一些災害啊 就是一些有的沒有的都塞給大園人 很快啟動我們接受的作業 去聊聊樹人那些非常不專業的妙論 然後可以延宕這麼久 這真的是很殘忍的一件事情 那房子拆了不用金錢補償 我不曉得要用什麼 我們徵收區域的房子大概都有四五十年的房子 因為機場設在大園長期以來我們都市是不能更新的 環境到就生活品質都是不好的 如果這些人要反對的話 請你們來我們大遠處處看 區段徵收本來就是政府希望能夠彌補我們在地居民的損失 而設的一種機制 非常的真心的希望我們這些人不要再以少數人來霸凌我們多數人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許博任研究員發言 各位委員大家好 首先我們還是要對於環保署今天只為了這個案 就把所有的委員跟各代委還有民眾召集到這邊開環民大會 我們感到相當的遺憾 今天各位在座的皮脂的距離恐怕都不符合 指揮中心的公眾集會指引一共之一上 隔壁房間更是如此 所以我們是真的無法理解 為什麼要為了這個這一個案 讓大家冒這麼大的風險 如果有任何人因為參與今天上的會議回去 而有相關的疾病風險 我覺得張所長您可能要負最大的責任 那回到這個案子 我們要一旦強調這個案子 整個航空城裡面至少還有五個開發行為 應該要實施環境想評估而會實施 與本案直接相關的 是在機場園區南邊的生活地區 這個是第三跑道的安置補償 跟底加地分配的所在地 理應應該併同這次第三跑道的環境想評估 進行環評 但是目前並未納入 這已經引發說我們在環評過程裡面 很多環委一再質疑說 安置計畫的權責無法釐清的問題 所以至少這個生活地區部分的這個開發 應該要納入這次的環境想評估裡面一併辦理 那最後我們其實想再一次的強調 這個案子明顯 在兩個重大議題就是沙倫永庫的風險 跟整個居民的 規模居民搬遷的影響 其實是相當缺漏的 我相信各位老師如果看這些書件內容 如果是你們學生的情貨報告 你們不會給他們及格的分數的 所以如果今天各位委員還是要這樣子 就讓這個案子通過 那我希望不管你們的重要信仰是什麼 從今天開始導告這個案子後面的開發 在郵庫的安全跟班線上面 不要發生遺憾的事情 如果發生的話請記得你們都對得一把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最後的機會 就是請各位委員能夠在今天 針對八塊郵庫的化學災害跟爆炸的風險 包括居民大規模搬遷的風險 整個的社會影響 社會經濟影響評估 請我們大會做成要召開專家會議 社會影響評估專家會議的決議 然後把這個案子再退回專家小組去 這樣我們才能確保這個國家級 劃時代的風險建設也可以有相應的一個 劃時代的影響評估的過程 謝謝 謝謝 第三跑道的 那針對反方所提的反對意見 本人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針對砂輪油庫問題 全世界的國際機場周遭均 儲備有更危險的航空用油的油庫 不足為期 而且現在的砂輪油庫距離第二跑道跟第一跑道也都非常近 其實這個已經存在四十幾年了 所以這個議題呢 只是反反方所製造出來為了反對 而反對的假議題而已 那第二針對大規模班班間的問題 昨天有兩位在立法委員 立法院召開記者會的立法委員 他們可能不熟悉在地的現況 當地有九成的民眾是因為噪音問題 以及房屋老舊漏水 生活條件差 是希望搬遷有新的住宅可以居住了 我在當地住了四十年 深知這種痛苦 希望反方了解當地的居民在座發言 那我在這邊請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早上在家拍的相片 請看一下投影片 第一個這個是在四十幾年前建的那種老式的屋子 這個廁所跟浴室是在屋外的 這個到了冬天跟下雨天的時候是很不方便的 在下雨天的時候怕老人家會滑倒 在冬天的時候怕從臥室到廁所這邊 因為他們要常常可能年紀比較大會常常起來上廁所 從很溫暖的地方到很冷的地方 這個對他們的心血管的問題的健康營養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家那個梁柱 因為已經太久了 所以在柱子裡面的那個鋼筋我想應該都已經粉化掉了 所以這個房子的結構基本上都已經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住在這邊事實上是很害怕的 那再看下一張 那這個牆壁也都是裂開了 那現在也不能不能整修 就像整修也是很危險的 因為鋼筋其實在原地上都已經粉化掉 再看下一張 那個牆壁 因為這種是比較老的房子 那時候這個下方還有一個罩 那這個牆壁的中間是所謂的煙囪 所以那邊會漏水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裡都長得必來長得必美 那對有那個包子對身體健康都不好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我們在105年的時候 我們有發起就是跟台灣政府那邊要求說 我們是希望航空城加速推動的 好那我再講下第三點 就是說指控政府為環評級徵收 其實目前根本還未開始徵收的程序 土地還是鄉親的 現在講開發行為還是太太早了 然後再來第四點 在105年那個所舉行的 桃園航空城的全區盯正 在激烈辯論下 有九成的民眾是支持加速推動航空城的 所以證明了這個計畫有公益性也有必要性 所以請加速推動航空城 謝謝 好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海口里 蔡美玲小姐發言 主席各位長官各位學者大家好 我是海口里在地居民 那上一次的那個主席有說 現在有直播都會留下證據的 這我們各位的專家委員 希望能夠注意 能夠聽到我們在地居民的心聲 那我是搬來這裡要來扎根的 我不知道有航空城這件事情 我是一直都居住在台北 那因為我的先生是在機場工作 有個官員呢 他竟然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這麼倒楣都選機場的地方住 我的生活權 我的工作權 我的居住權在哪裡 你一個官員可以這樣回答我嗎 我為了我的飯碗 我要來這邊居住 哪裡不對了 請各位專家委員你們回答我 哪裡不對了 既然要我就這樣子 你走啊 我問了地震局的怎麼配給我房子 不好意思 我剛買了一棟 一棟那個透天處 沒有幾百萬也要千萬吧 我只能配給你什麼 不好意思 就這樣子而已 他也沒有確切的答案 那我現在要告訴 我從小就沒有讀什麼書 既然說來到這裡可以跟 徐教授也好 廖本全老師也好 陳其鵬老師也好 這麼多的老師 我當每一堂都是在上課 可是當我每一次開會的時候上課是什麼課 你們應該知道這個第三跑道 我們不反對 我們並不反對國家的開發 但是 它的危險性在哪裡 它的需要性在哪裡 包括候鳥氣候 這個都是無法控制的東西 你們有科學 數據可以出來 但是我住在那裡 我告訴你 我們人累了 會找好的地方休息 會找舒服的地方休息 候鳥也一樣 他來了之後 他看到第三跑道已經有蓋了 在過去就是海邊 他會往南走 他會往南走就是哪裡 第一跑道跟第二跑道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想到說一隻小鳥 兩隻小鳥 要危害到一架飛機上面的 所有的人的生命的時候 誰負責 你們你們環評過的 你們要負責 你知道嗎 但是這些年輕人 這些公民團體所提出來的 所講的 各位委員各位專家 你們有仔細的在聆聽嗎 你們也很認真 我知道你們很認真 但是我希望這些專家 這些學者 以後是要讓你的子弟子孫 來包貨貶 來包貨貶 希望說大家 站在同樣為了國家建設好 有沒有其他替代方案 一定有的嘛 不是沒有嘛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各位專家委員 你們還是要特別的去了解到 候鳥跟氣候是不會讓你控制的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請國林里陳希達立長發言 來主席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剛剛聽到我前面 我的環環的代表 聽說今天 我們今天開這個會 是不應該開的 我覺得我今天開這個會 是我開過這麼多次會 今天看到這個會議 對防疫做得最落實最好的 比上次好很多 很多會議的話沒有 就因為防疫而不做 那是不對的 今天的話我們有做婚 有做得很好 進來看到紅外線的攝影機 還有看到消毒一切 所需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剛剛看到 我以為我聽到吳思懷的發言 在這裡 我是郭林里的理長 陳希達 我本人 感覺非常的疑惑 桃園航空城的政策環評 不是那早 那一百公里年 就審定了嗎 桃園航空車範圍內的土地在 七段爭收前 那是鄉親的屬於土地 政府尚未取得土地 這裡沒有開發情的行為 政府憑什麼要來做 二階段的環評 這個桃園 口口聲聲說 香港是各位 政策環評來做環評 除了第三跑道 這裡有基調園區的 生活地區的新市區 台灣基調園區東村的自貿園區 基調園區西蘭策擴建 土耳門市政府附近第一期 新市區的開發 普新市 核道變更等 有案 依法辦理環評等 再次 我要特別請告 我們的主管機關 就是我們的行政院環保室 有關環保室 所說的這五案 一方都應該要 副床精修 核定前 辦理二階環評完成嗎 請環保室 他要 我 陳希達立正 發言後 可以讓我們鄉親 一個解答 在這裡的話 我告訴我 真的 我們黃泛的團體 如果說為了一個環境的開發 要求他質感做得很好 我很贊成 可是的話 他不應該去造謠抹黑 講出一些天馬行空 讓大家委員 不知道要怎麼決定 我覺得說 很多事情 大家的外表 真的 不要造謠 也不要抹黑 要講良心話 剛剛也說過 希望我們黃泛的團體 可以來我們郭林立 來Long Stay 來我們來看看 下面的噪音 享受一下噪音 七十分配的感覺 空虎猶豫的感覺 讓大家 要知道我們是過什麼樣的生活 最後 我根本沒有出一個問題 請問 要不要做二階環境 辦理副大精修 到底是違反的哪條法規 好 謝謝大家的聆聽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航空城地方促進會 派案署請秘書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長官及所有與會人員大家好 我是桃園航空城地方促進會會員 潘淑琴 我認為第三跑道預定地離近沙輪油庫並沒有問題 沙輪油庫距離第三跑道中心線約413公尺 如簡報附圖依所示 而現有桃園機場內的油庫 而現有桃園機場內的油庫與跑道中心線距離約543公尺 如除二 機場內的油庫存放的屬於低藍點的航機用油 而沙輪油庫則存放的藍點較高的原油相對較安全 如果臨近沙輪油庫會成為不能新建第三跑道理由時 桃園國際機場就應立即關閉 下一頁 比較全世界其他國際樞紐機場 航油除草為各個機場內所需設置的必要資源設施 國外主要航空樞紐的機場跑道靠近航油除草的案例非常多 如美國紐約甘乃迪休斯頓芝加哥日本東京成田等國際機場 如圖山參考案例所示的機場跑道中心線與油庫最遠的距離是315公尺 最近的是125公尺 下一頁 簡報圖示 美國紐約甘乃迪機場為例 跑道寬度60米 距離油槽315公尺 油槽量並不亞於我們沙輪油庫 再看一下下一頁圖五 美國芝加哥機場 跑道寬度45米 離油槽更是接近 僅125公尺 而且在跑道盡頭的正前方 往前一點點就可以撞到了 回到我們本案距離沙輪油庫約413公尺 以相對預留足夠空間 如果這樣的距離還不行 那各國機場應該通通關閉 以上報告完畢 懇請審議委員照案通過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請 台灣 請航空城地方促進會 許英翰總幹事發言 主席 主席各位委員長官 其所有與會的人員 大家好 我是桃園航空城地方促進會 執行秘書許英翰 桃園航空城具有國家戰略上的目標 以達成活力經濟永續發展 再創台灣經濟新奇蹟的目標 航空運輸轉運分秒必爭 如果沒有國際機場第三跑道 桃園航空城等於是空潭 我非常懷疑 反對慶建第三跑道就是愛台灣的表現 如果是國家重大建設討論的遲年 還推動不了 請問台灣的下一代未來何去何從 下個月 反方團體虛義杯葛 讓本案延當了十年 他的手段就是兩種 第一種就是照搖抹黑 屋子桃園航空城就是破千毀田滅龍 還會害死人 市長聲稱父親被 航空城害死的李勞先生的兒子 後來要求再納入 另外主委自救會也爭取在納入 還有主委扶海空等等 真是慶祝難書 第二種就是杯葛 鬧場都委會要求全區聽證 再要求一百二十幾公尺的二次聽證 真正聽證可以解決爭議 市場全區聽證後 再要求第二次聽證 那以後會不會再要求第三次聽證呢 市長已經如願替除者 每次會議都還來杯葛 請問這些人真的是讓本案更爭完美嗎 我認為擺明就是反對台灣重大建設 下一頁 反對團體的五項荒謬主張 第一項他主張說沙倫油庫飛安 風險評估出造不足 我認為反方故意裝不懂 機場的特性就是飛機是需要加油才能起飛 沒有油庫 飛機是飛不起來的 騎人優天 難道喝水會噎到就不喝水 走樓梯會跌倒就不用設樓梯了嗎 第二項召開專家會議重做社會影響評估 我想這個會議的環評委員不是專家 誰才是專家呢 難道只有反方指定的人選才是專家嗎 第三項為環評及徵收 我要問民國102年的政策環評是做假的嗎 法律有哪一條規定說 為做二階環評就不得辦理居然徵收作業了嗎 下一 第四項 土地徵收必要性及公益性不足 政府應反方要求辦理了兩次聽證 若公益性必要性還不足時 就等於反方否認了一直所標榜的聽證的效用 那第五項呢 輪載後聚落的納入徵收無必要性 那要求剔除者僅是找出個人私利 與公益性相違背 一方面要求符合公益性 一方面又要求私人利益 邏輯顛倒簡直是鬼打牆 以上報告好 懇請審議委員 照案通過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那我們登記發言的朋友都發言完了 那麼再次請教陳委員有沒有意見 還有嗎 抱歉還有一位 抱歉我錯 還有一位海溝里的陳毅潔先生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晚安 海溝里的陳毅潔陳素 本人已參與多場第三跑道環評會議 在機場會議下來不斷地重複討論同樣的議題 因此本人有幾個疑問 想請問反方代表 第一點 環境法律人協會曾表示 以1998年代言空難為例 沙龍油庫距離第三跑道僅350公尺 並舉例倘若發生事故所帶來的風險 如果單以距離來推斷的話 未來第三跑道起降端 距離現在反方代表中 臨近輪轄後地區的呂先生住家 兩者之間的距離只有一格之強 大約150公尺 請問飛機失事意外撞擊的風險 是不是相對更高 更別說是巨大噪音的危害了 第二點 台灣人權促進會表示 第三跑道案及臨近地區的徵收範圍內 影響約6000多戶1.6萬人 在此向該促進會報告 不必搭配周章 將評估範圍做大 目前本人所居住的海口裡 還有東農凱越軍品天下社區 光明社區過點及西州聚落 200餘戶 六七百人 過去因為極少人的反對 而被劃入注意區 請你們也本於維護人權的立場下 也對於這些剃除區內的老人 小孩等敏感族群 進行原地保留後所衍生 生活型態改變及高分配噪音下的健康危害 風險進行評估 第三 海口裡的蔡女士 曾在去年12月12號 大原航空城聯合部中心 舉行的土地徵收成績會議時 接受媒體採訪說 我們不貪 我們也不會想要說換到哪個地方比較繁榮 我們就很簡單 維持原狀就好 剃除就剃除了 就不要再所謂的納入徵收 但是蔡女士 您分別所持有居住的東龍凱越 及軍品天下兩個社區 事實上 剃除後並不是維持現狀的 因為未來社區周圍 將組起高雄的圍牆及鐵絲網 將成為東京成年機場 東風神社的台灣版 新荒原區的運作所帶來的噪音 社區所在海口裡的最低挖處 未來會不會淹水等 這些影響呼籲您有責任與義務 要在您所主導下被剃除原地的鄰居們 說清楚講明白 本人過去也是輪載後 居民權威治教會的執行秘書 對於台灣人權促進會余一家小姐 昨天在新聞稿上指出 質疑2018年納入輪載後徵收範圍是突然性的 事實上輪載後在2013年818會議時 聚落一半納入 當時也是因為極少數人反對 才在2014年832審定時 再剔除 2016年聚落內有95%的居民 眼見社區被一分為二 與第三跑道僅一牆之隔 生活機能將禁師淪為孤島 紛紛簽署同意書籌組支援會 2018年919次會議時才有納入 對此對跆拳會的質疑輪載後納入 不具公益性及必要性的說法表達強烈抗議 希望委員盡速審定本案 以上發完畢 謝謝 那我們登記發言的朋友都發言完畢 接下來陳委員要發言 署長還有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大家午安 這個案子我是應該算第一次來參加 那這個案子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全區應該是2599公頃 但是現在平的好像是不是只有723公頃 但是徵收的範圍又是全區 那我不知道各位委員會不會覺得這樣子 是屬於切割環評 因為現在只是平第三跑道 但是未來其他的被徵收的範圍 要用多少水要用多少電都沒有平都沒有平 所以當然我不知道為什麼當初是這樣子來做環評 來審查啦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國家的重大建設 那這樣子來處理留下這個瑕疵 我覺得是很可惜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發案 然後他的所要投資的金額也是非常的龐大 那另外我不太清楚的就是今天來參加的是多數同意 然後這個案子又是區段徵收 我不知道贊成的民眾到底有沒有跟政府開發單位去談好說 未來區段徵收他們的土地或者是他們的房舍被徵收之後呢 他們可以以地換地或者是未來就是會損失很多 這個我其實也是非常關心說政府就是也請各位環評委員能夠去考量 這個部分呢是不是有替民眾呢去考量未來的徵收事也是會把這個部分去 就是說沒有環評的部分也是會讓民眾的權益受到很大的這個傷害 所以我總覺得這個案子真的是有蠻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到在被劃進來的範圍也是有很多居民非常的反對 非常的反對但是也看到有贊成 但是畢竟環評委員是以專業的判斷來做處理 但是我我在看到專案小組的審查結論審查意見呢 其實是支持的其實是支持的 只是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是有蠻大的瑕疵 所以剛剛很多反方提到的這個油庫 那雖然這個油庫呢是離第一跑道或第二跑道就是已經存在 但是畢竟現在要做第三跑道 那我剛剛有看了這個評估的內容只有三頁 那只有三頁其實他是不是很完整的一個報告 就是說他沒有去考量衝擊還有後果 也沒有去計算一些風險期望值 所以明顯是這個風險評估報告是比較草率 是比較草率 那所以這個部分因為剛剛有非常多的居民 或者是環團的朋友有提出這個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 也請那個環評大會這邊再重新去思考 是不是應該請開發單位再把不足的部分 再把這個報告的評估再重新再去提出一份比較詳細的報告 所以還有就是針對聽證會的部分 因為這個案子雖然有辦行政聽證會 但是居民是表示就是說這個聽證會是不完整的 不是不是應該所謂的應該有的聽證 就是反對方的意見 但是官方沒有回答 開發單位也沒有做詳細的討論 所以是不是也要考慮請開發單位要重辦那個行政聽證會 所以總總和以上的意見是希望環評大會能夠去思考這個案子 不要以切割環評的方式去呈現 那現在SARS的疫情這麼嚴重 就是這個病毒看起來是非常的可怕 英國一個禮拜之內 就是整個國家都封了 我兒子現在也在英國我也是非常擔心 因為去超級市場也買不到東西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這個案子 如果還有他的瑕疵 所以也也希望政府能夠這個環評大會跟開發單位 都能夠再重新去評估是不是這個案子 還有他的這個需要再重新調查的地方 好謝謝因為我還有會議 所以我就要先離開 那以上一線請大家來採納 好謝謝 謝謝陳委員 那麼有關剛剛旁聽民眾的發言跟陳委員的意見 請開發單先準備一下 等一下再一頂來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進行我們相關單位的提問 是不是我就照著這個簽名的順序邀請一下 好是不是先請交通部有沒有意見 還請在那邊是不是可以給麥克風 謝謝主席跟各位委員 對於本案歷次開會的這個給予的寶貴意見 那我們這個跑道是國家級的中大建設 我這邊再就一些重點再做一個補充 再按照桃園機場的行政院核定的一個鋼尾計畫 其實當時我們預估2030年 跑道桃園機場的運量大概就需要到5890萬人次 那近幾年來看 桃園機場在去年108年已經到4869萬人次 它的實際成長情況其實超乎我們這個 當時剛剛計畫的預期 來得更為強勁 所以以現在這個桃園機場跑道容量 以及這個實際上能夠服務的能量 還有未來這個航空市場的一個成長的趨勢 但是我們認為桃園機場真的是有必要來提早應應 那其實在中間討論過程當中 有提到一些選址上面的問題 也是反方的民眾有疑似關切的地方 這其實是在考慮的過程當中 當然桃園機場南邊 沿國道1號的一段 這是桃園地區人口比較聚集的一個圖子發展區 所以當時為了避免桃園機場新增加的跑道 太過影響這個周邊既有的高密度的發展居住都市區域 所以才往桃園機場北車去做規劃跑道 然後呢我們在滿足獨立起降 滿足醞釀需求的一個情況之下來做配置 那原來在北邊的一個民眾 這透過這個我們的這個都市計畫區段徵收 然後配置相關的這個公共住宅商業提供設施 來尋溯空間 我們希望能夠兼顧這個生活品質 居民的生活品質跟機場建設的發展 那另外提到一點就是 因為這個案子是用區段徵收方式來取得 那其實在專業小組的審查過程當中 委員也對於這個用地取得民意溝通跟安置規劃的部分 有做過很多充分的討論 那我們機場公司也在專業小組有這個具體的一個回應 那這些其實包括安置計畫等等 剛剛所提到的一些內容 其實都放在我們這個 這個案子的一個區段徵收計畫裡面 那這個計畫現在正在內政部進行審查 土政小組審查 那我們交通部這邊會跟這個部裡面 包括民航局跟機場公司來落實執行 來降低民眾的衝擊 那最後再次感謝環保署跟各位委員對於本案的指教 我想這個案子從100年行政院合訂剛好計畫以來 已經歷經了一個政政環評 然後歷經新的都市計畫跟環評的一個程序 也依照法令規定辦理的各式各樣的說明會 公聽會 甚至辦理的預備聽證 正式聽證 那中間甚至還有參考民眾意見 我們曾經修改了一個都市計畫 那現在已經獲得多數民眾的支持 也願意參加區段徵收 那考慮到我們桃園機場的草原發展 我們還是希望各位委員能夠給予支持 那以上做補充說明 謝謝 好 謝謝民商局有沒有要補充 主席各位委員 我大概對剛剛幾個民眾陳情 或者其他的我大概幾個比較惡要的 剛剛陳委員大概有講說水電 那水電那個時候在政策環評即時 包括經濟部的他都有召集水電 他們都有公文就把那個水電用電量 都是有在裡面都有評估 那第二個安住住宅 我想安住住宅的時候 民眾局大概從105年就有陸陸續續在調查 當地的民眾也許他們一開始不是對這個很了解 所以他們的反應大概不是那麼的熱烈 那我們最近的一次是在105年大概整個調查出來 大概有將近600戶就是需要安置住宅的大概有600戶 那我們的安置接口大概花了2600戶左右 所以這些數量都是足以來 未來這些民眾要申請都是足以容納的 那安置住宅我們的量大概8公頃多 大概可見的數目大概可以到達2800戶 所以我們是已經over過就是把數量算到極大 希望能讓這一些想要申請的人可以來充分滿足 那至於剛剛輪載後的有人來誠情說他之所以沒有 那我要說明的時候是輪載後在這個案子裡面 他是才在1105年他是有被劃 就是等於當時有考量是把他整個劃進去 那因為在專業小組討論的時候是有部分人反對 那專業小組的那個委員有人建議說 那乾脆就把他劃掉 那在105年他們又有人又重新來 又有大概有95%的大概有同意又進來 所以在專業小組的再重複討論 想要一下就又把他們納入 那其實他的納入他還是經過的都市計畫公展的程序 然後在919通過然後在916再討論在940再確定 我只能講這個程序都按照真的程序來走完 那現在只是都市計畫程序完全走完 那今天又有人來誠情說不要 那這個案子只要一不定進出進出 我們民防局接到的是有人想進有人想出 有人想進有人想出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形成了一種困擾 因為這個案子也拖了蠻久的 那最後一個我大概再表達一下 就有關剛剛也剛剛陳委員也提到說 對裡面的大概對裡面的所謂的小面積 我們能理解就是在這個驅站站中裡面有一些住戶 確實他的住宅面積是比較小 也許只有地平只有17平18平 可是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只要合法 我們都同意他可以取得30平的安置接口的面積 來補那個差額 那大概在這個所謂的財力上 我們會給他大概會有一個優待 大概會打折對這個小面積的 那對中低收入戶也一樣 大概這個對於就等於是說 我們會在這一方面 會考量到弱勢居民的這一些的訴求 我們會在有一些會在財政會來補貼他們 會在作業要點上來把他們容納 謝謝 謝謝那接下來我們內政部的代表 有沒有意見或是提問的 有沒有要表達 主席各位委員 內政部代表針對我們目前的徵收審議的作業 跟委員做個報告 目前航空城的機場園區跟附近地區一起的徵收計畫 都已經送到我們內政部來 我們收到計畫以後 我們已經召開三次的一個專案小組 那這專案小組主要是針對 整個徵收的一個土地合理利用 跟他的一個民眾權益的保障 這兩大課題做一個討論 那剛剛幾位層級民眾 有關要剔除的那些民眾的意見 其實都有到我們專案小組做一些陳述 那我們也有做了一些充分的討論 那針對剔除的部分 我們也要求兩個虛用土地人 針對這些意見的話 能夠就整個土地的一個整體利用下 一個原則下來考量 如果說再不影響整體利用的情況下 是不是給予剔除 那這個部分兩個充土地人 在我們專案小組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原則下 他們也要進行做整個計畫的一個檢討修正 那針對 那大概我們整個計畫大概 經過三次的專案小組討論後 以後我們大概 所有議題都大概有做一個釐清 畢竟我們大概四月底 會提我們的土塵大會做一個審議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那麼接下來請桃園市政府有沒有發言 或是提問的 桃園市環保局 請就幾個議題來做表示意見 第一個就是剛才陳委員以及基金委員 所說的這個範圍內有至少五個依法要做環評 尤其是整個生活區 還有那個一起新市區的開發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因為 按照認定的基準 他也不在重要水庫基水區 也不在這個非都市土地 他是都市土地 按照認定的標準是不需要 另外一個就是 現在他們講第三道的這個機場開發 那現在已經在進行環評 那至於那個普新西要不要進行環評 因為普新西的開發只有2.3公里 也不達到這個認定的標準 是10公里以上才需要環評 那至於其他的我們環保局會依照環評法的認定標準 會如果需要它進行環評 在現階段過去 在這個計畫裡面是因為有做過政策環評 102年有進行過政策環評 所以在個別需要在土地徵收這個階段 區段徵收這個階段是不需要做環評的 只有第三道現在正在進行的 目前以上的報告 其他台灣市政府還有沒有其他單位要表示意見或詢問的 沒有大人區公司有沒有 好如果沒有的話那我們就請委員來提問 看委員有沒有要再詢問的事項 來請主委員 主席各位大家好 因為前兩次的這個出城會議 我剛好在學校裡面有事沒辦法來參加 那就通過了 那我第一次的意見 我有一些地方可能還要請開發單位確認一下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開發單位做了一些這個機率 就是每個單行次可能會撞到這邊特定的點 大概是10的負7次方 那以未來的規劃大概每年50萬行次左右的狀態 乘以20年的話大概就是10的7次方 那一直就說20年可能會有機會 會有一個機會會撞到 那特別我剛才查了一下網路的資料 我們的桃園機場在1979年開始正式啟用 那1998年很不幸的就大原空難 所以剛好將近20年 然後隔了兩年又有一個新加坡的這個跑道 它跟這個比較跟大原空難比較不是這麼相關 不過這個就是很很巧合的 就是在20年有這樣一個碰撞 那剛剛有很多的這個民眾 在這方面也有一些疑慮 那而且當初在這個大原空難的時候 它撞的地方就在原來跑道的這個比較偏西邊 那距離大概超過500公尺 那現在我們的油庫也是在第三跑道的比較西邊 那大概只有350公尺或400公尺 那所以這個機率是有的 而且他們在南北方向原來撞擊的地方 我剛特別查了一下 跟油庫的方向方位也差不多 所以這個方面其實還是我覺得蠻有點疑慮的 因為我湊腳前面兩次沒有辦法來參加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這國家重大建設不能夠再拖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開發單位所提的 這個什麼預警機制的緊急應變 我覺得都不太 當然它很重要 可是它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因為那是代表的是事情已經發生了 那我們希望它不要發生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這個油庫可能我們的開發單位必須要想辦法去幫它一個忙 把它補強一下 如果撞到的話也至少不會撞到太嚴重 這是我的看法 那謝謝 也是減災的措施就對了 好 來 請各位 請各位 主席 議會的各位跟相關單位的代表 這個書面的意見大概都已經有一些回覆 那我這邊大概有兩點意見的請教 那麼第一個部分呢 就在這個有關於油庫的疫警系統的部分 那今天簡報那事實上也做了一些說明 也做了說明 那麼也就是有關於低空封切警示系統 也就是LWAS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規劃很好 那可能要請開發單位說明一下 那麼如何利用這個低空的這個封切的這樣的一個系統 那麼跟疫警 跟這個災害的疫警的機制 那麼把它能夠整合在一起 那麼特別是上次小組裡面特別談到 也就是惡劣氣候 那麼航行的一個管制 能夠做一些串連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那麼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意見呢 那麼也大概是這個民眾跟委員關心的課題 那因為這一次在整個班圈的這個跟安置裡面 那規劃單位也做了蠻多的一個努力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那麼特別是在簡報裡面 那麼簡報的第二點 簡報到第二點 那麼我是建議 那麼因為牽涉到利害關係人蠻多的 所以我是建議能夠建立一個公司 這個部門的一個溝通平台 那麼這個讓利害關係人 能夠有一個溝通的一個機制 那另外呢就是中央跟地方 那麼其實在這一次呢 也展現一個非常好的合作 但是它的前者也應該要明顯 因為我看地方政府非常的積極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那第二個部分呢 那麼在這一次簡報的第四四頁 那麼也提出一個成立 民眾的輔導安置的工作小組 那麼來解決農民的一個未來 那麼他假如還有耕作的意願的時候 那麼的一個平台去輔導他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補充一下 這個工作小組他的組成 跟他的運作的方式 那麼以及民眾啊 那麼這個意願的一個狀況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對於落實這樣的一個 對於社會跟環境跟心理衝擊 比較大的一個案子 那麼基本上是蠻重要的 那最後一個部分呢 也是希望喔 那麼為了讓民眾更了解 那麼這樣的一個國家的重大計劃 我是建議喔 在施工前應該還是應該辦理 一個施工的說明會 讓民眾充分的掌握到實際上 各方面的一些考量 以上大概有兩個方面的意見喔 那麼請開發單位做進一步的 要釐清或者是說明 謝謝 來其他各位委員還有沒有要提問的 來請 署長還有一位各位長官先進大家 武安大家好 基本上啊 這開發單位對我 在書面上所提的意見 已經有做一些回覆了 不過我書面意見第一點 是針對這個 也就是開發單位啊 跟這個陶煉廠 共同擬定的這個陶原煉油廠 陶原國際機場 消防作業相互資源協議 這個意見啊 好像在那個PPT裡面沒列出來啊 不知道是不是 應該不會把我意見吃掉啦 不過我還是提醒一下 你這個 你有承諾說你未來 因為你在 我跟那個徐孟平小姐那個 意見類似喔 你那個整個這個 消防作業相互資源協議啊 全那個十三名一樣 通通丟上來 我花了 你整個報告高達四千三百多頁 我還一頁一頁一頁 撈撈撈撈撈 你到底在寫什麼東西對不對 好不容易給我看到說 你這個 你說你雙方得事需要辦理聯合消防演習 我就是 要做馬二不還做馬二的這種意思啊 所以我才是撈到那點 我說希望你能夠定一個消防演習 好那你也具體回應說 你現在是 承諾為一年一次嘛對不對 這很好喔 這非常感謝這個開發單位做出來的這個努力喔 不過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 應該是針對到底是什麼型的災害啊 要訂定可能要針對不同的主題 做一些不同的演練喔 這第一點 第二點啦 是這個 在您這個 我有針對您的很多這個意見喔 就是說你都說已經協調了 已經洽了 洽誰洽誰 等等 但是洽了以後啊 也不知道怎麼洽的喔 到底是打電話 還是傳真還是公文等等 那後來你們都通通補了啦 我就是通通補那個公文啊 那其中有一點寫法 我個人覺得有點怪怪的喔 你說那個附錄A裡面啊 裡面說這個依據貴公司啊 我通訊軟體LINE 傳送白紫義委員審查意見辦理 這個每個委員還有署長要跟我要 也跟我要LINE 我根本都沒有LINE 我太太不准我用LINE喔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種寫法好像是 我有LINE不給大家的意思喔 所以我就說我要澄清一下喔 其實我沒有LINE喔 這可能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所以基本上喔 我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 幹公務人員啦喔 公務人員現在依據LINE 就可以辦公文了是不是 我們現在越來越先進 這個也必須要鼓勵一下喔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其實啊 我87年1月出任公務人員 然後87年2月16號事情發生之後啊 我87年2月17號一早就在現場 大家應該知道2月16號發生什麼事 大員工難 所以基本上啊 我還是要希望我們的 當然土地有土地處理選擇單位 非安有非安的選擇單位喔 我們是環評嘛 那基本上呢 我還是要呼籲我們的這個 相關的單位喔 真的是 那個現場真的是 我很難過喔 真的很難過 在座應該不知道有沒有在座 當場 那時候還在有在現場的人員喔 我不知道 不過整天吃不下飯 回家睡不著 鞋子衣服回到家裡通通丟掉 所以基本上這個真的還是要請大家慎重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我插一個話 那個你們像那災害防救應該也會 依照災防防法會要求提災防救計畫嗎 所以你們就勇敢一點提前想 該寫的寫詳細一點嗎 反正那只早你要還是依照這方法要做的 就麻煩開發單位 這個這個盡量把它寫得比較明確一點 來 各位還沒有要提 來 請 剛才陳委員提到的那個徵收的範圍 可以請開發單位確定一下 就是只有723公頃 而不是2500公頃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是牽涉到2500公頃的徵收 剛才台灣市政府代表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就我們現在省的是723公頃的範圍 那那個徵收沒有到2500 所以我確定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這個案子 其實700多公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面積 那我們看那邊的一個生態 它是屬於一個已經農田的農田 但是有皮塘 就是桃園特有皮塘生態 所以我們看到大部分的大型鳥類都在皮塘附近聚集 所以現在現在跟工業區開發一樣 你一定要產平 產平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不一樣就是 如果大的工業區 工業區你像新竹 竹科跟竹南兩個加起來也不夠700 700公頃 大概還不到700公頃 那這麼大面積 所以他們可以用現地補植或是移植的方式 也就是說它本身 它的面積裡面就可以把原來砍的樹把它種回去 那你現在機場是沒有這個辦法 機場你不太可能說我這邊還種樹 因為它是對樹會引來鳥的話 會對非安牛鳥籍事件 這是一個不好的 所以你一定是產平 那現在你有一個移植或者是補植的想法 那法院市政府也說我們要有規劃的地方 有幾個建議的地方 但是我還是沒有看到這個移植計畫 就你到底在什麼地方 然後你要種什麼樣的樹 或是移植哪些樹過去 怎麼樣移植 這個還沒有我沒有看到這個計畫 也就是說這些我上次已經提過 就是說這個等到這個計畫通過以後 後續的我們要追誰 OK這個這個 就是說現在我們這個移植的話 一千多多株的樹我們要 要去怎麼樣去 郭教授這裡說我去追查 台灣市政府說這個我那時候答應了 但是可能現在有問題或怎麼樣 所以我們要哪一個單位 全責單位要負責 所以我覺得規劃單位 應該在這個 可能在施工之前要給我一個移植計畫 我們要看一看這個合不合理 是不是可行 那這樣的話我們才確定 這個 其實應該講解我們現在生態補償的計畫 你要你要把原來那個在其他的地方 可以複製出來或更好的 那現在這個移植已經是其次的計畫 只是把其中的一些樹擺過去而已 這已經我們已經是 因為你這個建設可能不得不這樣做 第三個我要還是請問一下 就是說在那個油庫的撞擊 當時的參數裡面是不是都只有平面 就起飛降落的平面 那有沒有是 就是說在空中像民谷那個事件裡面 發生在空中然後下來撞擊的那個 我不知道這個因素有沒有考慮進去 那這些因素是由哪一些因素 當時考慮的是不是夠周全 那請開發單位同時解釋一下 謝謝 好謝謝請教各位 還要請教來 謝謝各位委員還有一位先請大家午安 那針對於之前個人提的一些意見 規劃單位都已經在書面上予以回覆 那我覺得大部分的回覆意見大概都是 這相關的內容在土地徵收的計畫裡頭 會予以脫除 那剛剛聽到大部的長官也提到 這個土地徵收的計畫即將在4月份 要上到大會 所以如果在土徵的範圍 就是用地範圍等等 在剔除或者納入的情況下 如果沒有 如果可以降低這個環境衝擊的話 那我想在個人環評的角度來講 我會是予以尊重 那其實這個案子也成如剛剛有正反兩方的這個民眾的意見 就是說當然他自己的財產權跟整體規劃 如果還有環境影響甚至是非安風險 如果無色的話 當然在現在土地徵收的狀況下就把它剔除掉 但是明顯看到這個以海口里為來講 確實還是離跑到蠻近的 所以即便被剔除出去 那未來對於這些民眾在生活影響上的一些必要的防治措施 還是希望這個開發單位還是要予以作出 那有些民眾是主張而且已經被剔除了 那有些民眾他可能基於搬離限定到南邊的基地去 可能對於噪音的影響 生活壓力的影響來講也有降低了 所以簡單而言就是在在權衡之下 那如果土徵計畫那邊有略微調整的話 那也是可以我個人也是願意予以支持 那以上的意見就提供給開發單位參考 謝謝我想我個人要呼應一下那個孫雯的意見 也許拜託內政部這邊就是 因為他有如果假設這就要過了 那有一部分他現在覺得他不想徵收被剔除了 可是未來那兩個很衝擊的東西把它擺一起 他一定還會出問題 所以如果說真的是就要過要去徵收的時候 也許應該給他們多一些輔導 不要說現在只是一念之間 然後最後他又產生很大的問題 那時候再來處理 這也許你們在徵收的那部分 有機會再幫他們多考慮一下 好 謝謝來請 來 主席各位委員還有與會代表 我想今天裡面還有一個議題是這個社會經濟負面影響的一部分 我想在簡報46頁那個地方 我想開發單位特別有提出了 剛剛應該是民航局的單位 也談到了看起來好像有這個陸市的族群 大概300多戶在那個部分 我想是不是再請開發單位還有相關應該也是陶雲市政府 能夠針對真的是屬於弱勢族群的搬遷計畫上 要比較具體的應該羅列一些這個作業程序 而不是說通知里長等等來主動提供一些協助或者一些訊息 好 我想這樣的一個所謂對策來講 可能超顯不足 這部分就拜託開發單位針對這一塊 減少未來在社會衝擊面這部分 好 以上 謝謝 來 請教各位委員還有沒有要提問的 來請 蔣偉 我想這個案子可能大家提的環境的議題大概都差不多 那我想真的就陳如前面幾位委員提的就是說 怎麼樣去妥事處理這個案子會影響相關的民眾的民意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那過去感覺好像那個航空單位機場 航空局這邊看起來是比較強勢 但是經過幾次的開會好像看起來都有考慮到比較貼近民眾的想法 我想可能後續跟內政部這邊陳如署長剛剛提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幫民眾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也可以達到整個國家整體重要的建設 我想這怎麼樣去達成雙贏 我想是在所有的單位要去共同努力的 好 謝謝來請教各位委員還沒有要提問的 沒有 是我先請看主管基本隊有沒有對程序或什麼需要說法規需要說明的 然後再請開發單位來回應 我先說明一下因為剛剛有委員大概應該是張委員提的 就是為什麼面積會不一樣 因為土地徵收不是我們環評的開發行為 我們環評是針對開發行為 那今天他申請開發行為就是第三跑道 所以我們申請範圍就是以第三跑道的開發範圍來做環評 那至於土地徵收的範圍我想這個應該就回到土地徵收條例去辦 那因為這個是另外一個程序 所以不同的法制程序 那我們的環評就針對開發行為 所以開發行為申請許可的時候要辦環評 所以因為他申請第三跑道工程 依照我們的規定要辦環評 所以他就來辦環評 那至於要該辦的土地徵收程序 那就回到土地徵收條例 我想這個部分內政部會以他的權責去處理 我想把這個程序講 所以我們省的就是省第三跑道工程的範圍的面積 就這部分來做說明大概是這樣子 那避免大家覺得好像有兩個差別 其實我們省的就是那個第三跑道環評的範圍 以上先就程序面先說明 好 謝謝不曉得各相關機關有沒有還要說明的 那如果沒有我們就請開發單位來說明好不好 回應一下 主席各位委員 謝謝大家各位委員 還有剛剛相關團體的一個指教 那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可能在這個地方再說明一下 整體的一個分工的作業 那整體來說的話 虛地在這個計畫開發上面 那桃園機場公司是針對第三跑道的一個開發單位 那他是負責辦環評的 那這個區地機關的部分的話 是屬於交通部民航局 那另外的話地方政府的話是 台灣市政府去協助辦理這個相關的一個徵守作業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相關的一個分工 這在我們的報告書裡面 委員有特別要求我們把這個地方強促清楚 在這個報告書裡面可以看得到 這是我們大概一個分工 那此外我先回應剛剛一些民眾的一些反方的一些想法 那最主要他們都認為說 這個社會環境影響評估這個部分 沒有依照他們的想法去執行 那不過這個部分我必須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我們所有社會環境影響評估的一些作業內容 全部是都經過伴手界定會議的一個確認的 執行相關的部分 那而且在伴手界定會議的開會過程中間 其實他們有針對說我們要進行相關的一些問卷調查 或相關的一個評估方式 他們有提了一些想法 那我們說好 那可不可以麻煩你們在會後 把這個東西具體的把它寫出來 你們認為應該要怎麼做 我們就可以落入我們後續的一個辦理情形去執行 那可是很遺憾的就是 不管在我們做的相關的期程之間的一年內 包括我們在報告書撰寫過程中間 全部都沒有收到他們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依照伴手界定會議 當時承諾的一個部分 去執行相關的社會環境影響評估的部分 那相關的內容 那我們依照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轉折相關的這個項目 也進行相關的一個評估 那永遠來說的話 對於可能有些人來說 可能這個認知上面會有一些進擊的不同 會認為說這個不夠 那這個部分先從我在這個地方做一個報告 那第一個的話 針對剛剛朱委員這個地方所提到的 就是十二夫妻這個部分 那我們特別強調是 每一個行次的部分是十二夫妻 這個機率的部分 並不是進行用累加的方式 依照Icare的規定的話 這是每一個行次 那並不是有個累加的一個考量 那另外委員有所提到一些預警的機制 還有減災等等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目前來說 我們在考量我們整體的這個風險評估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利用風險矩陣 從它發生的機率 跟它造成一個 致災的一個影響來說的話 進行相關的一個矩陣風險的一個分析 那初步我們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屬於這個 可接受的一個風險 因為它雖然會造成的影響會很大 但是它發生的機率 十的負六就是已經是非常低了 那我們其實會發生的機率是遠低於十的負七 那這個部分先跟諸委員做一個說明 那另外簡老師這個地方所提到的 像我們提到的這個預警的機制 那我必須講這個 包括這個地空風險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飛機在進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些氣象的條件的話 可以提供這個機場進行 這個航管人員跟機場進行 它進場的時候一些控制 但是很擔心它會有一些微氣候的部分 那很多的空難其實是在這個機場附近的時候 它會有些下襲的一個風險 造成這個飛機突然會失去一個傷身力 然後就直接往下摔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們裝飾這個系統的部分 是希望了解在機場跑到進場這個附近中間 會不會有一些微氣候的一些現象 那把這個地方提供給航管人員 轉職給正要進場的航機 去做一些導引跟指示 那避免可能會有發生這樣子的情形 這是針對這個低空風險的部分 那另外老師所提到的這個建立利害關係 這些溝通的機制跟平台 那我要說明就是我們負責機場公司 這個計畫的開發單位是屬於機場公司 機場公司是第三跑道開發單位 那對於這個土地徵收相關的這些資訊溝通平台 其實不管是在機場園區的部分 還有附近地區的部分 在交換部民航區還有這個 台灣市政府在現場都有設置相關的一個工作站 還有一個有關於大陸航空城的一個 這個民眾溝通的一個現場有設置 相關的人員去進行導引跟解說 那有相關的平台可以提供民眾一些疑慮的一些諮詢的部分 那我想最主要他們還是針對安置還有這個土地徵收部分 會有疑慮的那這個部分跟委員做說明 那另外一個就是老師剛才也提到說 我們在報告書裡面有引用的這個 目前的那個都市計畫裡面所談到的針對 有些受影響農民的話會有一些安置工作小組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一樣就是因為整體的分工 但是屬於土地徵收的一個作業 那這個部分的話交通部民航局 有針對我們機場園區範圍內的這個部分 有設置相關的一個工作小組去輔導 還有需要的這個農民 他也許是在區內 在航空城區內的話去發訂這個農業專區 他他可以進行一個配售 那或者是在區外的部分他想種植 那利用農地銀行的方式去轉接他去用租用 或者說購置的方式去繼續從事耕種的一個行為 那再來第四個部分的話老師 有提醒到那這個部分我們一定 這也是法令規定的 在未來整個計畫在施工前必須要辦這個說明會 這個部分一定會辦 而且我們會考量 因為這個服務員非常廣大 那會盡量挑一個地方是可以讓所有居民都會知道 這個計畫這樣是要啟動的 然後相關的影響 未來在施工過程可能造成一些衝擊 也必須要讓各當地的居民加以瞭解 那跟接下來是有關於白老師的意見 那跟白老師 抱歉就是說 老師的回覆意見 我們會確實修到報告書裡面 那剛剛在PPT上面 是 並真的是沒有把老師的東西做進去 但是我簡報的時候我有提到這個部分 那就是 我們會承諾這個部分 他一定會做每年一次的聯合消防演習 也會依照老師所提的是針對不同的主題 那會有不同的主題去做一些更提 那希望大家能夠了解整體的一個緊急應變計畫的這個 相關的職責跟未來要做的一些工作項目 那 再來的話是有關於 張老師這邊所提到的部分 那剛剛 張老師這邊有理系 那可能我這邊還是再補充一下 就是 剛剛 書長這邊有做一個說明 就是徵收範圍的部分 我們這個計畫的 開發計畫的範圍 第三跑道開發計畫範圍 就是723公頃 那 我們 是 交通貨民養局取得了這個土地之後 然後把這個土地交給這個機場公司 來進行第三跑道的一個建設工作 所以 這個 跟這個 徵收的範圍跟這個第三跑道開發範圍 這兩個本來就不會畫上一個等號 那這個部分跟委員做說明 那另外一個話 委員所提到的這個 移植的這個計畫的部分 那我們有跟桃園市政府 這邊 溝通的部分 就是因為 目前相關的一些土地開發計畫 有些是已經在進行的 那有些目前還是在 規劃設計的一個階段 那包括 機場公司這個地方 針對第三跑道部分 也要進行後續的一個 綜合規劃跟西部設計 那最後還有施工的一個作為 那所以 這個部分在時程上的搭配 我必須沒有辦法跟委員很清楚的加帶出來 就是說我會有幾棵樹送到海湖地勤公園 會有幾棵樹送到這個 這個什麼 南凱西救河道這個部分 那之前我們在辦這個第三行下的這個 環評案的時候也遇到就是 後來委員認為說 你把每個地方要去處的地方寫得太明確 反倒是為了爭 那少十棵樹 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又要來辦一次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或這個編更內容對照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已經在這個承諾事項裡面寫清楚 我們就會跟桃園市政府去到這些地方 那未來實際上去處的地方 去的這個地方 是不是適合這種職務在這個地方去的這個位置 那我想看到單位以後 也會聘請相關的這個 技術服務的機關 然後也會審查相關的這個 西部設計的一個作業的一個成果 那對於相關的旨在移植的一個規劃 也會有西部的一個規定 那對於施工廠商 也會對於包括它的斷根 斷根的時間斷根的次數 也會進行相關的一個規範 那確保這個旨在一定會有一個 這個好的一個去處 而且也確保它的存活率 那再來的話是 針對張委員這邊有提到的 就是有關弱勢族群的 照顧弱勢族群的一些作業的一些考量部分 在這個部分的話 那還是一樣 就是說我們整體 對於整個在斷計畫 徵收的過程中間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最主要是屬於這個虛地機關 也就是民洋局還有這個市政府 這個地方 所執行的一些相關的作為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把這個報告書 有關於這個斷計畫裡面 有關於弱勢族群的 它實際的作業的細節的部分 我們再補充到我們的報告書裡面 做一個更詳細一個論述 好 那另外的話就是 再來是這個 孫委員這個部分 還有這個江委員這個地方 還有剛剛主席這邊 也都有提示的 就是確實這個計畫的影響 就像我們報告書 最後結宇這邊所提到的 會影響到將近9000人的一個 這個半遷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想 我想在我們執行這個 這個案子的過程中間 在虛地機關其實已經開了 非常多次的這個協調會 有正式記錄跟沒有正式記錄 都非常多 那已經將相關民眾的一些意見 都已經有納到相關的這個 安置計畫也好 這個土地針對計畫也好 那我想這個溝通過程 後續還是在持續辦理中 但大家都非常希望這個 是屬於這國家重大監責的部分 然後趕快推動 那先做以上的回覆 謝謝 好謝謝來請教相關單位 或是還有沒有問題 來請 我想我就不跟你談 任何機率的問題好了 它就已經發生過了 在這個桃園機場20年之內 發生過一個這樣的一個空難 而且它的位置是在跑道的 還蠻遠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我們開發單位 事實上這個可以承諾的 好多問題可以承諾 我就站在一個支持的立場 你可以在這個跟中油油庫之間 的一個減災方面 做一些一些協定 應該會把這樣的一個問題 減到比較小一點 我想這個你們應該可以積極一點 因為風險評估你知道風險 其實還是有很多可以去減少它的風險 甚至減少它的災害的部分 是不是 剛剛董事長要說話嗎 謝謝 謝謝各位委員的指教 剛剛委員所提的 我們會跟中油來辦理 我也藉這機會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低空風切系統跟機場的安全蠻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一般在航空裡面有三種風險 一個是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在高空中失控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跑道滑出 就是起回或 go around的時候沒有完成 第三種是可操控撞地 各位擔心的油庫可能是屬於可操控撞地這一塊 可操控撞地一般來講就是擔心說 剛剛我們的同仁有說明 一般在高空中有所謂的情況亂流 那個是比較難判斷 那在跑道的話我們擔心的是 下面的風跟過程中間的風是不一樣的速度 那飛機本來是逆著風 或者是沒有風的時候進場 那我上次在專業小組裡面也有報告過 我們有精確進場的系統 大概10里外就對準跑道中間線 那如果它有狀況 我們很晚就會要求它重飛 那但是剛剛我提的可操控撞地的狀況就是說 它明明知道逆風然後也對準跑道 可是低空的風切是無法判測 所以後來我們加裝了這個低風風內系統 讓航管單位跟機師機組員們能夠對話 瞭解下面的風場狀況 那剛剛講的為氣候跟高空的這個風速是不一樣的 那用這種方式來降低進場的時候失控的狀況 那剛剛委員所提醒我們跟中友這邊會承諾來做一個減載計畫 盡量來避免 那非常謝謝我也藉這機會跟各位報告 因為台灣機場是我們國家唯一二十四小時可以運作的機場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進出的門復 那目前台灣機場負責八成全國的運量 大概4800萬人次 去年我們國內限1200萬 那北中三個機場佔了1200萬的國際線 所以未來年大概也是以這個速率跟比例來成長 所以大概第三跑道實在是確實一定要來建 或者我們會面臨很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第三跑道蓋好以後 南側比較靠近市區的跑道用的會相對少 我們目前三條跑道有27種運作模式 那挑出八種對環境噪音跟空汙比較少的方式來運作 那這樣的方式可以降低南側道對整個大桃園地區的空汙還有影響 那我也上次是跟各位報告過 那現在航機A350或787都比原來的設計降低了25%以上的空汙跟耗油 所以相對來噪音也是 所以相對來講未來機駕車的增加並不會造成太大的污染 所以相關的承諾事項我們會要求不管是民養局或淘機公司我們會來做到 謝謝各位 好謝謝來請到各位還有沒有要提問的 相關單位有沒有要補充或是意見 好那如果沒有我們是不是就到這裡 好我們做內部的審議 那就請開發單位可以先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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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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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9月20日至106年10月19日 辦理成列或揭示於106年9月19日至106年9月21日 刊登新聞指出於106年11月17日及106年11月18日舉辦公開說明會 四一同法第九條規定收集有關機關或當地居民意見後 本屬一同法第十條規定於107年2月12日 邀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及居民代表 決定評估範疇 續經開發單位一同把第十一條規定編制環想評估報告書出稿後 交通部以108年6月14日辦理現場勘查及公聽會 之後以108年9月25日一同把第十三條規定轉送環想評估報告書出稿及有關記錄至本書審查 原始本案已完備第二階段環想評估法定資訊公開公眾參與程序 並提供相關資訊作為審查判斷參考 二本案經綜合考量環想評估審查委員專家學者各方意見及開發單位之回復 就本案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制程度及範圍 經專業判斷認定環想評估報告書出稿以足以提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 得以預防及減輕本案開發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 以本案通報環想評估審查評述理由如下 一本案開發行為三位政策包含全國國土計畫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桃園市國土計畫草案前三基礎建設計畫 國家發展計畫106至109年4年計畫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鋼藥計畫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實施計畫 擬定臺灣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 與新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畫案 政策評估說明書等開發行為半徑10公里範圍之內 相關計畫包含桃園煉油廠沙輪輸油站航空燃油煮潮興建計畫 沙輪倉儲產業園區整體開發計畫 沙輪廢油泥處理廠設施改善計畫 大潭燃氣火力發電計畫 大潭電廠增建燃氣復循環機組發電計畫 桃園航空客運園區焚化爐興建工程 長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海湖發電計畫 林口電廠更新擴建計畫 林口電廠擴建計畫第二三號機中正機場國內航線 國內線航空站設立計畫 桃園國際機場二起後續計畫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 中正國際機場第二維修區長榮公司飛機修護膨廠擴建計畫 國道二號拓寬計畫 國道一號甲線計畫 國道一號五谷至陽梅斷拓寬工程替代方案 108線海湖林口桃園航空城客貨運園區連外道路系統建設 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A7站區第二期開發案 臺灣南北高速鐵路建設計畫 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連外捷運系統建設計畫 國道二號大園交流道至臺十五線新闢高速公路工程 國道二號大園交流道至機場端主線改善計畫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 臺十五線配合機場北側用地徵收改線工程等相關計畫 地形及地質 空氣品質 溫室氣體 噪音及震動 水紋及水質 土壤 飛機物 剩餘土石方 生態環境 景觀油氣 社會經濟及文化環境等環境項目 進行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 並就可能影響項目提出預防及減性對策經評定結果 本案開發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不致造成顯著不利影響 又就審查委員各方意見所提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 減量體患措施 航空噪音減性對策及營運期間監測 居住區域遷移民意溝通與安置計畫 鳥籍事件防治措施 與樹木移植補值規劃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工資 砂輪油庫撞擊風險與緊急應變計畫 補信息改善工程規劃 土方暫存管理計畫及油管沿線土壤 地下水現況調查 與後續應變規劃等主要意見 開發單位已確實納入補充修正 且採行相關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策 三 開發單位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動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及植物生態評估技術規範 針對計畫區域含取緝土區與其周圍環域半徑1000公尺之鄰近地區 以及許錯港 重要師弟老街西出海口環域半徑1000公尺內範圍進行調查 協議引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行戰區環享說明書施工期間環境監測報告書 105-106年許錯港 重要師弟國家及基礎調查 及生態教育推廣結案報告書之既有調查資料 並就保育類動物及稀有植物採行預防及減輕對策 經評估本案開發對稀有植物及保育類動物之期其生存影響輕微無顯著不利影響 一 陸於植物調查發現2017台灣維管樹植物紅皮樹名錄所列國家其為類別 植物 藍與羅漢松 國家品為類別 植物 竹箔 飛島 琢木 馬甲子 以及品為植物 扁甘 飆草 除扁甘飆草與始錯港 重要師弟老街西出口海灘地自然生長外 其餘皆屬於人工植栽埃之景觀植物 施工期間因植被移除形成之裸露地於雲雲期間將恢復草本植被 且以針對計劃區內胸近10公分以上原生牆木提出移植補植計劃 減輕陸域植物生態影響 二 陸域動物 企劃區域調查有黑之鴻 彩玉 紅准 八哥等四種 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及艷痕 紅尾波勞等 二種其他鷹魚保育類動物 計劃鄰近區域則發現有魚鷹 鳳頭 插鷹 黑刺鴻 彩玉 小燕鷗 紅准 八哥等七種 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及艷痕 紅尾波勞等 二種其他鷹魚保育類動物 許諸港中央施地周邊的調查有唐白鹿 黑刺鴻 小燕鷗等三種珍貴稀有保育類動物及大冰玉 燕痕 紅尾波勞等三種其他鷹魚保育類動物 哺乳類 爬蟲類 兩棲類 蝶類等調查皆無發現保育類物種 保育類動物主要發現於計劃及臨近區域之皮塘農地及許諸港中央施地周邊 志工極限因計劃區域內支皮塘及農地遺族 鳥類因棲地環境改變而遷徙 另依據動物協性棲地利用情形評估分析 大多數保育類動物族群受本案開發影響輕微 且本案考量非航安全 以燃離鳥籍事件防治措施 針對周邊區域調整植栽種類 減少鳥類食物來源 降低大型鳥類魚跑到周邊地區竹槽活動 以保護鳥類安全及減少鳥籍事件發生 並持續進行鳥巷監測 減輕陸域生態動物影響 三 水域及海域生態 魚類 底漆類生物 水生昆蟲 浮游性動植物等調查 均未發現保護類物種 本案施工營域期間均未阻斷水域之生物廊道 且三處預計填平皮塘之現況均屬於人工生態環境 規劃與其他適當區位營造水域環境進行補償 減輕水域生態影響 四 重整評估本案對當地環境之影響結果如下 顯示本開發未使當地漁業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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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IBEMS 並進行動態節能管理等空氣玩物與溫室器體減量疊患措施 以預防及減輕可能影響空氣品質及物質體放影響程度經評估因屬輕微 依據噪音震動模擬結果顯示 施工期間至引建噪音及施工運速車輛噪音 經採取隔音減造措施後 各名單點均可符合環境量標準 且噪音增量均屬無影響或可無人影響或輕微影響 震動影響經評估亦屬輕微 營運期間航空噪音以本案目標年之起降機型於架次評估分析 且採行由發聲源減少噪音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 降低噪音之飛機操作程序營運限制等減輕措施 經模擬評估更敏感點均可符合各航空噪音管制 趨之航空噪音環境營量標準 航空噪音影響程度經評估因屬輕微 三 開發單位採行施工及營運期間相關水質減輕對策 並設置置鴻池機 卸有浦興西樹洪道強化反洪安全對陣體水溫水質影響因屬輕微 四 開發基地內目前上有三筆土壤污染控制場子 依據台灣中有股份有限公司作用管線沿線之土壤地下水調查結果顯示 總是由碳氫化5TBH濃度低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另有2點的土壤同心含量超過使用作物農地土壤管制標準 該2點位現況無種植農作物 皆已將調查結果送桃園市環境保護局 未來還將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辦理時的經常試做 以預防及減輕可能的影響 五 本計畫棄地面積約723公頃 均飛屬原住民保留地 其中南側約136公頃 位於既有桃園國際機場範圍內其餘約7公頃土地 全屬多屬私人土地 本案已針對開發範圍內之土地使用社會環境 社會關係等進行現況調查 且依據本案開發情境統計 辦簽字土地地上物及受影響人口 未來將依內政部審定 擬定桃園國際機場遠區及附近地區特定計畫書 執行安置計畫減輕社會環境影響 經評估本計畫對當地居民遷移 權益及少數民族傳統生活方式無險出不利之影響 六 本案第三跑道中興線與台灣中油股本有限公司 砂輪油庫最南端距離約350公尺 依據空域設計與砂輪油庫之最高點 位於障礙物評估面下下方約47公尺評估結果 發生狀疾的機率低於10的負其四方 另一風險矩陣評估方式 整體風險屬可接受風險 且開發單位以救控難火災等 複合型災害提出緊急變計畫 影響程度經評估因屬輕微 七 本開發計畫屬機場之開發 開發行為屬於行政院環境保護屬1020 2月7日環組中之地102011809號 第韓式無關聯認定原則之 開發行為非屬副表 營運階段可能釋放危害性化學物質 打一定規模期 營運階段可能釋放危害化學物質之類別 所列的情形之一 經評估對國民健康或安全 無顯著不利之影響 八 開發範圍侷限於廠址附近 對其他國家制環境無造成顯著不利影響 九 開發計畫屬機場之開發 並無其他主管機關認定有重大影響之因素 十 其餘審查過程 為納入環境評估報告書內容 自各方主張及證據精神著後 不影響本專業判斷結果 故不足以論述 本案通過環境評估審查 開發單位因一環境評估報告書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切實執行 四 本案自公告日期 於十年位施工者審查結論施期效力 開發單位得於期間鍵盤前 經目的系列主管機關核准後轉送主管機關展延審查結論效期 是 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五年 五 本環境評估報告書訂稿 經本署認可後使得共工 並應與開發行為施工前30日內 以書面告知目的系列主管機關及本署預定施工日期 採分段分期開發者則提報各段期開發之第一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 二 白委員職役 吳委員議林 張委員學問 監委員連貴 臺灣市政府水務局及本署中和計畫處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意見進開發單位於會中說明 夜經本會確認 請開發單位將補中說明資料以及下列事項 納入報告書訂稿 一 施工前將書面移植計畫 瓜湖含存活率等 送臺灣市政府審定 樹木移植地點包括海湖地景公園 南海西舊河道 機場捷運A20站區區段徵收工程 機場捷運A21站區區段徵收工程 中立運動公園區段徵收工程 楊梅體育園區興建工程 觀音區草雷第136區整體開發單元勢力重劃工程 及桃園市新屋農博環境交易園區等地點 二 每年應至少辦理一次空難防救災演習或消防演習 三 施工前應辦理地方說明會 四 協助臺灣中有股販有限公司 殺人油庫辦理空案 檢測周圍 以上請開發單位確認 好 來 念的很辛苦 來 各位有沒有意見 來 開發單位可不可以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都可接受 好 那沒有問題 我們這個案就做成這樣的結論 好 謝謝 來 其他各位有沒有歷史同意志向 沒有 就謝謝各位 這個很謝謝 iş sandy奶薩國家已經找到任何那樣 都會找到提供 我就是 互利恩人節控告 不要緊張就可以了 去祈离的呈禁堅